朕尼聖明的作ỹ室 朕尼聖明的夥典 hem guys 我叫蔡晨鈺 我是台中有五零人 我之前是畢業在台中有六零 現在在青大人社三年級 我今天會講 topic 因為我一直在想這些事情 不過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今天來的人 因為後來才發現有社會人士 然後有大學生的高中生 我覺得我的講題有點敏感 不過這個敏感可以到在哪裡 大家可以再聽我說 大家好 我叫徐漢華 我現在是東海社會系三年級 那我是人間工作坊 還有台灣文化研究社的幹部 我等一下要分享的是東海反衝系的運動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是佳勳 上禮拜有來過 我現在是在溫度擔任執行編輯 那也是台中人 住無期 雖然說我們無期不會覺得自己是台中人 就是大家如果你有住在其他縣區的朋友 如果你晚上跟你爸媽講出一定說 我現在人在台中 那個就在生活中顯而易見那種人群的分類 好 這不談這個 然後今天我是以一個返鄉青年 就是唯有向上 可是不知道由向何方的青年 來這邊做一個主持人的角色 那今天我們邀請了三個團體 請問你要不要先坐到那邊 對啊 坐那邊 對啊 坐那邊 或你要在桌上也可以 好 今天我們請到三個團體 其實就是以一個年紀來分的話 我們是分成是高中生跟大學生 那如果以這種群聚性來講的話 又會分成可能在地的高中生 在地的大學跟擴及各個不同大學的大學生團體 那今天我們這三個團體呢 其實後面都有一個非常 應該說感人吧 應該說非常令人感到激勵的一個故事 那我們今天進行的方式 我們第一個階段其實非常快的 先請三個團體 各自講一下自己的團體 當初成立的原因 然後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團體出現 那到現在的一些 大概到現在這個階段做了哪些事情 先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簡介 因為我們時間也沒有很多 所以大概就15分鐘到20分鐘的時間 先做個簡單的簡介 那介紹完之後呢 看我這邊可能會再回 再 feedback 一點問題 或者是可能拉高中生的問題 然後來問大學生 或者是用大學生 在地大學生的問題 去問群聚的大學生 或者是用大學生的反腦 去問高中生 去嚇他們這樣 就是讓他們彼此之間產生一些雞蛋 讓他們彼此也可以對話 而不是今天三個來 就好像中間 隔著那個超級比一比的隔板一樣 就是對著這些人 然後他們彼此都沒有互動 好 那我在這邊再做個引言 就是說在當地的青年 就是在地的青年 我自己抱持著一個態度 就是參加了非常多的一些議題 從反國光 然後可能像是大福的事情 那你在跑那麼多運動之後呢 其實都有一種感覺 就是有點像為人作駕 就是跑來跑去 去年跟前年最夯的就是苗栗的議題 所以苗栗人經歷多了非常的苦難這樣 可是有時候你想一想 發現大埔有農地徵收問題 有都市重化問題 有工業區發展的問題 那台中這個地方 你們去看一看西齊 看看南屯 看看北屯 看看西屯 這麼多地方在動 欸 一點問題都沒有了 其實台中是一個很和諧 很彼此的地方 還是胡志強市政府都處理得很好 還是台中人就是耐性上的高 就是你來順手 啊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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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都沒有任何的反抗 所以我們 因為問題之後我就覺得說 我想要回來這個地方 就是為了自己的家鄉 看這個地方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這是對於一個 可能參與社會運動的人的一種 自我的期許跟期待 就是我秉持了一句話 有一句話這麼說 就是說 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的政治 那或許換個方面講 所有的議題也是地方的議題 也不管是任何全國性議題 到最後一定都是附著在某個地方 可是當然費死 可能就不是那麼地方性的問題 可能這個價值 不是價值的價值探討 可是我相信 更多的議題是存在地方 他的議題的架構 可能可以很大 可是他必須在地方 才能看到他那個問題存在 好 所以 我覺得今天我們這些人 多多少少都是對於在地的 或者在自己的生活周遭 有感受跟那種 莫名其妙的感覺 那種甚至是一種憤怒 甚至是一種疑問 才會站出來 然後做這些事情 那我們一開始 我們想說 你知道現在是青年的世代 就自從318學運之後 我其實不太喜歡講太陽花 因為太陽花 對 反正就喜歡講318學運 那318學運開始之後 其實大家都可以青年 越來越多的期待 就會說 這群年輕人其實很厲害 那接下來我們就真的可以進到世代交替 而不是世代抓交替這樣 就不是抓你們來 抓你們來當勞工幫我們賺錢 然後硬的是你們的肝 然後死了 哭的是你們的眼淚這樣 好 所以我們呢 就從最年輕的 保持著一種最單純的那個 嗯 有人這樣子嗎 我們不能被這種世俗的事情 歸續住你知道嗎 我們要隨時跳脫 才能跳脫爸爸媽媽說 喔這個 你要做這個不能做那個 因為我覺得啦 就一開始先不要 讓高中生不要有壓力 因為你會聽著前面 就喔很厲害 講一大堆術語 自己怕會講得很爛 可是沒有 我們要從最原初的那種 悸動你知道嗎 就像看到第一眼 喜歡的那個身上人一樣 那種感動開始 好嗎 我們請秦文先跟我們講一下 這個改變一中階的故事 謝謝 哈囉 就是真的有點小小簡單 不過沒關係 我會克服的 喔 我叫秦文 對 應該如果有讀個紅龍夢 應該會自我名字很陌生 對 好 切入主題了 我們是改變一中階的團 對 請問你們知道有聽過改變一中階嗎 就是可能高中生們會聽過 因為我們曾經到你們的學校 發過一些編屬答案 對 然後 沒有嗎 還是要用聲控 就你講下一張 然後結果我們會去按 謝謝 謝謝 OK 好 先請問一下大家 你覺得一中階為什麼要改變 有去過一中階嗎 有 有嗎 就是還蠻去呼吸房 學生高中生應該會常去那邊是補習間 然後那邊有很多美食小吃 那你們覺得為什麼我們要這麼無聊 怎麼會這樣 就是這麼的 就是這麼的 跟與眾不同想要來發起這個活動 因為通常都去補習 而且補習就回家 因為那麼累 幹嘛要改變呢 那你們覺得為什麼要改變 有很多 對 有很多 對 很亂 還有嗎 很髒 對 我是去補習 我是去補習的 對 還有嗎 其實這樣很亂很髒 還有什麼原因想要改變嗎 還是覺得就要這樣 不用管我的事 不是我家的事情 又不是我家很錢 我幹嘛去掃地人這樣嗎 呵呵 好 其實我們為什麼要改變的原因 其實是當初那時候 姐妹校來 然後就是 他們來 就是美國學生他們的人 然後我們帶他去逛我們台東的自民景點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台東自民景點 學生會去的應該就是夜市 因為外國人好像對台灣的夜市還蠻 就是蠻喜歡的 然後想說帶你們去 然後結果那時候去的時候 那個同學就跟我講說 他就英文跟我講 然後他說 天啊 這是你們的夜市嗎 然後我就說 怎麼了嗎 然後他說 真的假的 你不要跟我開玩笑喔 他說 真的嗎 他說你們這垃圾很髒 為什麼垃圾就在地上 為什麼我逛街的時候 旁邊會有機車從我旁邊過去呢 對 他們會有很多的疑問 然後這種問題 其實那時候我們聽到的時候有嚇到 因為想說 平常我們就生活在這種環境底下了 然後也習慣了 然後就不會想說要去改變 反正就習慣了 對 然後這就是我們 緣起的原因 然後接著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 要發起這個運動 就剛好 那個時間點是去年的 這個時候 前面校園嘛 然後就接下來就進入大家 最強的時間了 對 然後暑假我們學校 有一些功課要做 然後我們就不想要白費所絕 就是可能學校裡面教的 我們不想要就是當一個作業 然後做完交給老師 就這樣over 結束了 然後沒有任何實際的行動 然後想說 那個才高一 然後傻傻的升高二 也沒什麼事情要做 也不用不行 也還不用學測 就是基於學測來講 還有一段時間 至少我們有一段空白的時間可以利用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就來做一點 與眾不同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剛好我們的指導老師 就是蔡琦華主任 他就也非常鼓勵我們 就想說 好喔 那我們就可以來發起一個 類似這種社會團體的運動 這樣子 就是我們最初最初最小的夢想 然後也沒想到 就是後續的效應會這麼大 對 然後我們需要的資源 那時候想說 就先簡單講一下我們需要的資源 大概就是我們會查證資料上 我們會刷一些法案 然後一些就是案例 之前的實施案例 就是之前 其實之前一中階 有曾經就是封過街 然後鋪過道路 可是後來全部都失敗了 然後我們要針對這個問題 進行看 為什麼會失敗 為什麼現在的一中階 還是這麼凌亂 這樣子 然後接著就是執行 就是最基礎的執行 就是大家能想到的執行 就是發文券 就是問問看大家 你們想不想要 就是改變一中階 我們可以來問一下 你們這裡一中階 你們覺得他需要改變可以取下什麼 你們覺得他很張很亂 可以改變了 好 謝謝 對 然後最基本是這個 然後我覺得啊 雖然最基本 可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們在執行過程中 我們絕對需要 學校的支持 畢竟我們只是六位女高中生 然後就只是高中生而已 如果市政府面對我們 可能就覺得我們只是來鬧的 然後說 你們就 就幾個小女生在那邊吵一吵 又沒有人理你們 為什麼我們要理你呢 為什麼市政府要去理你呢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需要的是 學校的支持 和大家 民眾們 除了商家 當地商家 還有學生 還有民眾們的支持 這樣子市政府 不要看到我們的力量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是困難 和阻礙 我覺得這是一個團戰合作裡面 最常遇到的 不管是衝突分工 還是溝通人 我覺得就是我們的時間 可以學習到 那等一下後續會繼續講 然後主要的話就是家庭 我覺得是蠻大一集 就舉我個人的例子來講 就像那時候我爸媽 並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他們直接 為什麼不花時間點數 為什麼你每天都要上網 為什麼你每天要問我 慢慢跑 對 你是問我 然後我說你成績掉下來囉 對 然後我就 非常無聊地說 呃 我就做一些 做一些學校功課 因為那時候不敢確定 就是社會運動嘛 因為就第一次做 然後沒有任何經驗 然後就想說 就跟爸媽說 這是學校主義 也非常認真 非常投入 對 然後等到後續 有一些效應 就是可能後來我們上報了 就是可能報紙上有 幫我們宣傳 就是這一個 我們改變中間 我們真正想做的事情 然後老師 可能學校老師 也有跟我們家長談過 就是說我們做的事情是怎樣 我們不會讓就是家長一同無同 不然照而來講一般的家長心態 會覺得他們覺得孩子 就乖乖練習就好了 不要搞瘋搞瘋 這樣 因為他們想要讓小孩搞三號大學 就是這樣的想法 然後這是 就是一開始 我請問大家 就是你覺得 這個地方很漂亮嗎 很乾淨嗎 然後 不需要有一些改變嗎 就是如果很漂亮很乾淨 那為什麼還是有這麼多空氣不軟 這樣子 那現在我們就可以 就是來細談一下我們的實施過程 好 那你覺得我們在 就是因為我們只是個 六位高通生 對 真的 我們不像大學生 媽媽沒有這麼廣 資訊也沒這麼多 實際也沒這麼多 所以在很多方面 我們還蠻受阻礙的 要不是因為很多人支持 還是老師的支持 我們說並到現在可能 連這個活動能發起都不能發起 那你覺得我們需要什麼 就是想想看大家高中的時候 然後想要這個問題 你們會做 你們會覺得你們需要哪些東西嗎 真的有想法嗎 還是就 那時候也沒想這麼多 這很正常 沒有啦 我覺得我們最需要的就是 你們的支持 然後我覺得在這邊我想強調的支持 並不是就是除了就是大家的支持外 還有一點就是 我們需要足夠的論點 論證還有證據 就是讓市政府知道 我們並不是來開玩笑 我們並不是來鬧著玩樂 我們是真的很需要想要來改變這條街 希望這邊可以成為台中的幸福 就是至少可以非常髒亂 然後到時候可能 台中人可以以一中間為傲 至少不會在大家的印象裡面 它是一個很髒亂的地方 因為去我問問我爸 我問問他們有沒有去 然後他們說有 可是他們去了也是表的去 是因為他們覺得太髒亂 並不是很忘記的 對 就說你們去一去就好啦 反正去一去就沒了啦 就這樣跟你講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需要突破的論證 然後讓大家能重視這個問題 這樣子 然後這就是我們一開始執行的 然後我們找的資料 就是我們需要找到法規 就是 就是我們需要找到一些法規 就是說這個可不可行 可不可以做到 而不是就是只是一個白日夢 然後隨便講講 然後民意 民意的話我們有分三點 就是第一個是學生 還有商家和民眾的問卷 就是那時候我們就是我們團隊 我們就有種 我們就利用暑假的時間 就七八月嘛 就去你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到一中商圈 然後就去發問卷 去看大家說 你們覺得一中間是不是需要改變 然後需要改變點哪裡 然後多種人支持這個論點 這樣 然後學生的話 我們就在排中一中 在校內進行問卷調查 對 然後可行性的話 我覺得這是裡面最重要一點 就是 如果我們想要改變一中間的話 那他的那個鋪面 就是道路的鋪面的材質 要是什麼 是不是可不可以 那價錢上面 我是不是要查清楚 這樣是政府的時候 這樣是政府就會認為 我們是真的很認知運作 而不是只是彈出個口號 然後口號喊完了 耶 不是 沒了 就沒了 什麼事情都沒有了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有查 就是一些道路鋪面的材質 就是哪些可以 可以適合來 就是適合 就是一中間做 就是 對 就是適合在一中間鋪 因為之前一中間那邊有曾經鋪過道路 就是一些磚塊 可是發現就是因為下雨天 然後目的施滑 然後就死板 然後就拆掉了 然後其實大家知道 之前一中間有放過垃圾桶嗎 你知道嗎 對 然後不過後來就拆掉了 又一被拿走了 你知道原因嗎 原因是因為大家 好像 那時候我們有去問過里長 他說大家很沒功德行 然後垃圾桶就丟了二、三、三、二 然後整起來 變垃圾桶了 然後就主愛的 那個道路的中間 然後就道路中間就是垃圾桶 然後就把那個垃圾桶移走 所以現在去一中間 那邊其實垃圾桶很少 對 然後 參加的話我們也是有 邀請教過一些老師 對 然後案例就是 我們有分析過之前 請問大家還記得啊 經營監 對 我們有分析過他的案例 就是說 為什麼他之前可以這麼狠 那為什麼最近有衰落 原因出在哪 然後 然後他跟我們的一中間 來做一些比較 看看哪裡有相似 同處或不同處 然後還有參考那些 台北的知名夜市 為什麼他們可以 認為成為國際觀光夜市 那為什麼台東這邊就不行 我們的差異在 這樣子 然後 就是其實我覺得 我們的案例 我們就有差 就是剛剛有說過了 一中間過去的案例 就是一定要重複的比較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有哪邊有差別 然後還有前台的實事案例 這樣子 然後還有重要的是 商家 我覺得在那邊 我們要改變 影響最大的就是商家們 就是他們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權利啊 可能我們這邊 封了路 那可能也被商家抗議說 天啊 我的路看不見了 什麼之類的 或者是我這邊的 會突然變多了 商家之間 會有一些糾紛 然後 然後 一中間主要其實是攤販 攤販 攤販居多 然後他們都踩 就是地 就是給人家租的 所以其中 其實這裡面有很多問題 所以我們要進行那個 SWOT的分析 那個SWOTS是指優勢的意思 然後W是劣勢 就是缺點 然後O是機會 然後T的話就是威脅 對我們有進行這樣的分析 對我們有進行這樣的分析 然後 所以就是我剛剛說的 我們有發問卷跟聯繫 就是剛剛有請問 就是大家 就是有些高工生 他們應該知道 我們有發一個出單 跟發發問卷 然後還有網路溝通平台 我們有創辦一個粉絲專頁 就是在上面 不定期的更新 我們所做的處理 然後 請問大家有什麼意見 可以在上面留言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溝通 然後看看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這樣子 對 然後這是我覺得 裡面最重要的就是肯定性 就是路障的分析 因為既然我們想要改變動機 我們想要風機的話 那呢 我們的路障 我們應該設置哪一種 會比較恰當 還有道路鋪面的材質 要哪一種會比較好 才不會造成天雨路跑 然後又有機車騎士摔倒 然後那邊的那個 鋪面又要被拆除 那等於坐了一分白坐 是一樣意思的 對 所以這段期間 我們就分別 就用七八月的時間 那時候空白很多 我們就去了 我們就去採訪 知道 這是採訪店家 然後 這也是店家 然後那 這是採訪民眾 然後我們就有民眾的人 然後等一下會別 是我們遇到外國 不過他們是在台灣村長 只要他們會講多 對 對 然後這個是和台中一中學生會開會 就是之前我們在做這個 之前我們的有資料查詢 然後發生一中校刊裡面 曾經有報導過 那個一中街是否可不可以改變 他們其實台中一中自己也有想法 想要去改造一中街 可是他們的評論好像就是結果 論點總結一句話就是一中街不可能改變 對 他們就落下這一句 然後我們那時候看了就有點 就是我們那時候隊長子 他今天沒有 對 然後他就看了有點 有點納悶 他說為什麼不可能改變呢 我們不是真的在改變了嗎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跑去跟他們 學生會開會 然後因為 畢竟他們就是在隔壁嘛 然後就是一中街距離他們也最近 想問問看他們的想法與感受是什麼 然後這個是新北里藏 就是他之前也曾經接手過一中街的案例 就是一中街的案例 然後去問問看他的經驗 然後這個是兒少子委員會 也是一樣 就是大家更多方面來討論 就有點像今天這樣 就是我們大家來討論 然後看看有沒有更好的結果或想法 然後這個就是我覺得我們最重要 還滿成功的點 就是後來可以跟市長組他們進行開會 就是他們後來有重視到我們這個議題 然後想說應該就不是想避海白 然後就想說好 那時候就跟我們開會 然後那時候我們也準備非常多資料 然後把我們想要傳達訊息給他們知道 對 然後這就是與老師們他們的溝通 然後這段期間我們就看到 就是一開始 對嘛 雜亂 對 應該這種東西大家應該旅見不行嗎 在逛一中街的時候 習慣了嗎 習慣了嗎 不要習慣 這樣不太好 對啊 就是人錯真道 我想大家應該感觸滿深了吧 常去一中街的 所以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改變了一個 對 大概簡單介紹到這邊 今天有問題嗎 有不清楚嗎 沒關係 我們問題可以大家再沉澱一下 好 像大家喇一喇的時候 一池春水被攪動 需要一點時間沉澱下來 好 沒問題 我這樣撿報告可以嗎 我怕不清楚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直接賣拖刷 不用來戲拖門 直接 請 所以我們從 你現在不是那個助理廚師的 沒關係 你知道 麥克風敲出來 我們剛才聽完就是高 一個在地生活高聲 而且他們現在也還沒有離鄉嘛 對不對 大部分都是台中人 然後在這個地方生活 看到這個地方的髒亂 決定起身而行做一些行動 那 接下來我們再聽一個 就接下來聽一個案例 就是這些人可能不是 可能不是像我們介紹說 我是台中人或是哪裡 可能在其他地方 可是他作為一個來台中移居 來這個地方 可能短暫的四年 不幸一點五年 可憐一點六年 或者是 可能是做事頒忙的人 或者是更長的時間 在這邊居住的人 那他們怎麼看待這個居住的環境 可能是校園 或者是周遭 自己住的宿舍周遭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請 我們 東海 東海反錯系聯盟 我們的召集人 學漢華 跟我們講一下 反錯系聯盟的例子 大家好 我叫徐漢華 那我是桃園人 我先記一下手 怕我詩人講太久 然後 我家 我家住在桃園 那我是在 2010年的時候 來到東海大學 就台中這邊來讀書 那我跟在座的大部分人 都是玩得不一樣的 那我對坎中這邊的認識 也僅值於在東海大學附近 然後很少 東海大學不知道為什麼 就像一個儀式而獨立 在山上的修導員 附近可以供給所有的 就是生活需求 很難得可以下塞子 你知道嗎 然後 我今天 呃 我是東海大學的一間工作坊的企業 那 他是一個關心學運 學生運動的 關心社會議題的 一個學生運動社團 那已經25年了 那年紀比我還要大 就希望他可以再繼續下去 好 你曾經有過經驗嗎 你在夜晚 曾經被湊醒過嗎 這個問題 是我們當時在校內進行 綁調 或是跟同學學問的時候 我們會問的第一個問題 我們的授心問題已經非常嚴重 在當時 嚴重 尤其是因為那個工業區 就緊鄰著我們的學校 他在看見這個圖 上面呢 咖啡色的地方 三個小時的那一塊 就是東海大學 那 下面這一個 道路非常整齊的 全部都是東業區 他直接就跟我們東海大學 隔著一條小小的溝 東海大學附近 總共有三個工業區 這是台中工業區 另外還有對面的台中經濟 以及中科 所以東海大學其實是一個 東海大學過去是台中市的邊緣吧 舊台中市的邊緣 所以其實台中把很多的 不想要放在市中心的東西 全部都往那邊丟啦 就是我們變成是台中的後山 那 除了 把所有的像 焚化廠啊 或是 那個 還有很多垃圾掩埋場 或什麼都會放在台中市的邊緣 那 這個工業區 它是甲級污染工業區 他對我們都 他 我們的宿舍其實就在那條很旁邊 我會看見 這個這樣湊氣是怎麼樣產生的 其實他在1973年的時候 台中工業區就成立了 那他對 其實他成立的時候 他完全沒有按照一個國際關於 台灣的法律去設立環充區 他非常直接就臨近我們的住宅區 還有我們的教育機構 那這一點是當初規劃的時候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吊詭的地方 因為他們一開始是成立一個 一級工業區 就是沒有汙染的 比較環保的啦 可是他成立好之後咧 台中市政府覺得 不行我要發展不一樣的產業 我要發展店鋪業 我要發展很多金屬的 或什麼什麼之類的 石化的 所以他就把這 一級工業區改成假級工業區 就造成了一個 我們差在四東西的一個毒瘤 那 尤其是在這個工業區裡面的很多廠商啊 他沒有企業社會責任 他不知道 不能把這些污染的成本 由我們一般的市民或是學生來承擔 所以他就把很多的廢水啊 廢氣啊 都趁晚上的時候排到河裡 排到空氣當中 所以為什麼我會問那個問題 晚上又被湊醒過嗎 因為他們都是在趁晚上的時候去排放這些廢氣 最重要的是 我們台中市其實一直都沒有一個完善的 關於臭味的或是關於廠商排放的法規 這一點也造成這些廠商可以更好地去鑽這些法規的漏洞 那我們看到剛才我說的那條小溝 其實根本就不到我50公尺 他非常的窄 就是一條小水溝而已 所以他的空間非常不足啊 那工業區的廢氣一來 他直接就越過來了 那 大家知道嗎 在工業區跟在一般的住宅區 他廢氣的標準是差非常多的 你在假級工業區裡面 他可以給你排放的標準值非常高 可是住宅區他基本上 他要求的殖存值是非常少 基金等於0 那 每次政府來測 環保局來測 他都說 我測這個工業區這裡的 他沒有超標啊 可是他從來都不敢來測東海大學這邊的 因為你看只得50公尺 那個濃度根本就沒有辦法稀釋 他一飄過來 環保局的人 後來檢證員跟我說 他後來都不測的原因就是因為 每測必定超標 每測就是基本上都會達到要不要把它標準 可是不可能有解決的一天 所以他後來乾脆連測都不測 在網路上就是連那個數據都不夠高 在這20年來啊 關於成立20年來啊 其實我們一般的民眾 尤其一般的市民 都只能非常消極的成形 我們附近的人啊 像在台中市環保局的總共成形案件裡面 台中工業區裡面的湊氣就佔了20% 等於有五分之一的抱怨都是從哪裡出來的啦 五分之一的問題都是從哪裡出來的 但是環保局經過這20年以來 他都沒有打算去對這個問題進行解決 那我們東海大校的校方有沒有做什麼事情咧 他在七年級的時候 有想要去參與一些體制內的會議啊 或是組成什麼小組啊 去解決或尋求民意代表 甚至我們的校長還跑去 跟馬英九總統說 我們學校的臭氣很臭 那你可以解決一下 可是這些全部都沒有用 最後呢 從廠商不敢解決 市政府也不願意去面對 所以這個問題七年了 一直都沒有解決過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時候 不應該只是坐著牌 我們不應該只是參加會議 我們不應該只是召開公平會 我們應該要站起來談這個問題了 所以我們的學生 在一個學校的邀請的氣質之下 我們學生就參與了這一次的 公平會 在2011年6月之後 通常在校方聯絡我們 讓我們去參加這個 台中市政府辦的公平會 那在會議過程上 我們第一次開始了解了這個 湊齊的問題 我們第一次開始 把注意力放到這件事情上 那我們在十月的時候 有我們學校的總務長 他在我們校內 照看了一次 對這件事情的策略會議 他想要邀請老師跟學生 把這一個困擾東海大學 已久的問題 試圖一次把它解決 但是非常掉格的是 最應該關心學生權益 最應該在意校內環境的 東海大學的學生會啊 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完全消音的 你們可以從上面講的印象 可以看到學校對學生會 完全沒有期待 他們直接聯絡的是聯絡社團 是聯絡我們 他們完全直接跳過 學校正式的學生會 這也可以顯示 我們大家在校內的狀況 其實 或是我們全台灣的學生會 現在的狀況 其實都不是那麼的有 力道 或是那麼的有關懷 那這是我們在開會的時候的現場 這邊呢 主要就是 台中市的官員 那下一張 對面 對我們的那一排 就是 台中工業區廠商協經會 的代表 就是那些 呃 在討論法規的時候 最捍衛廠商權益的一群人 我們不只去參加會議 參加會議之後 我們東海少年的 某一位老師 叫王聰明 他當時是同事中心的主任 他召開了一次 空氣污染論壇 在那次的論壇上 我們大家都對這件事情 非常憤怒 我們大家都對這件事情 非常關心 而且政府也必須要行關 所以我們就組成了一個 東海大學反工業區 湊氣聯盟 那 當時我擔任總理造極人 我們就開始明天的一系列 我們打算要在校內 校外進行的事情 第一步 當然是希望 把校內的同學拉出來 那我們的訴求 希望 我們經過過去工廳會 以及各項資料 的那一家私有壁紙 最臭的那家 最嚴重的那家私有壁紙 它能夠立即的改善 第二個是 台中工業局 應該積極的處理 讓對工業區的廠商進行輔導 第三個是市政府 應該去檢討故事規劃 現在台中市已經合併了 那 這樣我們要如何去看待工業區的問題呢 我們要如何去看待這些過去 被我們放在角落 我們不想面對的那些黑色的垃圾呢 我們要怎麼去面對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要在程序內 去讓市政府的工業區解決 我們在程序外 要去進行施壓 這是我們當時的行動的標誌 那有校內一位非常厲害的同學畫了 那我們在當時在討論的狀況 就是有不斷在校內進行開會 討論以及和同學去 去問同學的意見 以及感受 所以我們在11月底的時候 展開了第一波的行動 我們在校內擺攤進行了連署 並且在一個禮拜之內 就不突破了3000份 那我們在寄發E-mail 去邀請我們學校的老師 最後總共有100多位的老師 加入我們的連署 那我們也聯絡各個社反系學校 我們也去拜訪了全校每一間的寢室 因為我們當晚大學有大一座校子 3000多位的學生都會住在學校裡面 我們一間一間的去敲門 一間一間的跟他說我們的理念 一間一間的跟他希望 他可以加入我們 參謀我們的行動 那我們希望這些 藉由跟同學一對一的見面 面對面的接觸 能夠跟他們建立起一種 除了理性之外的一種情感 我們希望在東海大學這邊 能夠形成一種社群 大家是能夠共同認知到 這件事情是跟我們相關的 大家能共同認知到 我們是一個共同體 我們必須一起面對這個問題 這問題不是我們只要推給別人 去解決就可以結束了 那我們也希望 這件事情在輿論上 在媒體上 能夠進行對台中市政府施壓 很有趣的是 我們在發起這一連串行動之後 東海大學的學生自治體系 覺得我們聲勢大了 所以他就願意來加入我們聯盟 學生會員學生會員 在這個時候就是來接洽我們 希望可以加入 那市政府代表 在看到我們遊行宣傳的前一個禮拜 他們開始緊張了 他們看見人民要站出來了 他們看見學生跟市民要站出來了 他們感受到壓力了 所以他們開始主動來拜訪我們的聯盟 主動來問我們 我們的訴求是什麼 主動的開始當步 我們當時在校內連署的時候 非常多的同學非常踴躍 而且大家都會願意把他們的意見提供給我們 這是我們當時在校內發放的貼紙 以及我們當時在校內的名片箱 我們讓老師把意見都丟到這裡面 在這件事情上 老師的反應非常的大 因為他們是住在東海大學這邊 要住非常非常久的 不只是十年可能是幾十年的一群人 所以他們尤其是老師的師帳師母 對這件事情的關係程度十分的高 我們在校內辦了很多講座 辦了很多的公聽會 這是我們在跑宿舍前的 大家做的一個 就是說詞的一個講解 我們在12月23號那一天 我們舉辦了一個大遊行 我們從東海大學校內出發 一直沿著中港路走 走到台中工業區 我們沿途拜訪了工業區的服務中心 以及最臭的那家私有壁子 參與者超過了400人 我們學校的總務長 學務長跟教務長 行政體系都非常的支持 他們也一起跟我們站穿 一起走這趟路 他們一起跟我們到政府前面 跟我們到廠商前面去 向他們施加壓力 那最後我們的結果是 私有壁子他在我們遊行之後 撤除了他們最臭的那條生產線 他們就是我們的抽契問題 在那次以後獲得了些微的改善 不能說全部 因為這個這件事情 只要工業區還在 或是我們還沒有一個完整的故事對話 這件事情就不可能解決 這是我們當時遊行的畫面 當然 當時老師啊學生 都非常努力的站出來 而且我們現場 就是有做很多的道具 跟同學去表達 就是去展示我們的訴求 那我們在事前也有去跟警方喬我們的路權 希望我們的遊行是可以一切都可以很順利的 這是在工業區服務中心前的照片 我們大家就坐在前面 向著工業局的服務中心去喊出我們的訴求 並且希望他們能給我們承諾 最後我們到了私有壁子的前面 我們把我們的訴求 以及我們給他的一個封條 上面寫著工業區最臭 把他貼在他的門口 那希望他能夠警惕 這樣 我報告到今天 謝謝大家 那 我們剛才看到這個 東海反出去聯盟的行動 其實在一個運動的成效和目的上 已經達到一定的成果 那其實 等一下我們有問題 就可能再更深入的問一些問題 然後大家也是可以先想一下 譬如對於這整個的行動裡面 有一些點 你是不是很好奇 或者是覺得哪些東西想要知道更多 我們等一下可以再給大家提問 那我們接下來 再來請山海屯讀書會 就是我們台中在地有大學生發起一個 一個蠻詭異的團體 到底是一個讀書會呢 還是一個旅遊團呢 還是一個吃喝玩樂的團體呢 我們接下來請我們那個山海屯讀書會的成員 蔡晨宇來跟我們介紹一下山海屯讀書會 大家好 就是 我今天來這邊 然後跟大家分享山海屯讀書會 形容就是我作者獎 因為我沒有人在PVT 所以也不需要就是 就是站起來好像比較有氣勢這樣 我就先作者 而且我自己有準備一些獎 剛剛是用電腦放 所以我還是用作者獎 比較適合 然後我先講一下就是 我今天這個講 就是這個講題的一個內容 就是 我覺得我今天來講的一個東西 它其實是一個 還算是一個 比較純粹的idea 我覺得我們過去 山海屯讀書會 從2011年底 然後到今年 今年這段時間裡面 雖然辦了很多的活動 但是 其實我們整體來說 並沒有獲得 就是非常明確的成效 但是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說 為什麼我們當初 會有這樣一個讀書會 然後我們在舉辦的這些過程中 然後遭遇了什麼挫折 然後碰到了什麼問題 這個東西是 我覺得 最應該分享給大家知道的 我先從我自己的經歷講起 我現在是大三的學生 然後 因為我重考一年 所以我四年前 四五年前的時候 我還在高中裡面唸書 那個時候是我高二的時候 我高二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 已經不是很 不是很喜歡唸書的一個年紀 就是我知道說 有很多事情不是 只有唸書 就是在我的生活裡面 就是我跟我的其他同學 不太一樣的地方 大概是在那裡 可能其他同學是 花比較多時間 就是玩笑念社團 然後其他時間 花給補習 花給什麼的 但是我的那些時間 並不是只有留給這個 因為我第一個 我沒有補習 然後第二個 因為我在高中的時候 參加的是一個 還蠻free的社團 然後這個社團叫 這個校團社可以一直請公下 所以那個時候 我其實花了很多時間 在非課堂的事務上面 那我在非課堂的事務上面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呢 基本上 我那個時候在學校裡面 就是發起了一個小小的運動 那個時候 我們學校的一個 社辦的空間 社團辦公室的空間 要重新配置 那個時候 我跟一些同學 然後在網路上 就是找了一些人 然後在校內 找社團一起發起連署 然後跟學校開了一起社會議 然後做出了一些 就是官方 就是跟官方版不太一樣的 社團辦公室配置的案件 然後其實 然後讓學 其實我個人的解讀是 那個時候的一個行動 其實讓我去發現說 其實對於高中生來講 是一個還蠻好的機會 去練習自己的一個思考 和實動能力 我那個時候 並沒有想那麼多 就是我只是想說 就可以來做做看 因為其實 學校那個時候的版本 就同時可以去讓社團辦公室 到一個比較好的 通風良好的 三樓和四樓的地方 然後我要講這件事情的原因 是因為說 這個東西對我來說 期盲很大 那個期盲很大 是讓我去後來 辦三館的讀書 會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那個時候 其實畢業了 從一中畢業之後 其實我一直在想 過去的這段在高中的時間 當然我一直做了社辦的事情 我也參與了校內的學生自治的事情 在過去這段時間裡面 我那個時候在想 在我高中的時候 做的這些事情 是不是可以留下來 然後或者說 他做了一個 我自己的這段生命經驗 是不是可以讓別人 讓其他的 未來的這些高中生 也可以就是一起來 就像我一樣 去在高中的時代 做些什麼事情 那個時候 我是這樣去想的 那個時候 想的東西其實很簡單 就是想說 可不可以 我們到了大學之後 我們變成大學生 是不是可以回到高中 然後來提供一些資源 提供一些不同的想法 跟這些高中生說 我們其實過去 也有做過一些事情 或者說 我們在大學看到了什麼東西 然後 讓這些高中生 可以在他們的生活中 可以去獲得一些不同的東西 其實基本上 這些東西有點複雜 就是說 我剛剛一直在說 我要給他們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但是其實在我 大一的時候 想要創這個商場讀書會 那個東西還是很不清楚 我到底要給高中生什麼 我真的有什麼東西 可以給他們嗎 其實那個東西 還是很不清楚的一件事情 然後先 先講這個 最初的發想到這邊 我要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上海門讀書會 就是 剛剛其實在折舞一開始 我是第二次來折舞 就是台中的折舞第二次 然後我其實 有點緊張 但是 讓我覺得不緊張的事情 就是我 逐漸在這個場合上面 逐漸感到不緊張的事情 有一個 那就是大家 大家剛剛在開始的時候 都做了自我介紹 雖然說大家都很短 而且很客氣 不過 我覺得重點是說 大家在這個自我介紹的過程中 開始去表露說 你是誰 這件事情 就是你漸漸用一些方式去表露說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你可能住在哪裡 你的職業是什麼 你過去讀了學校是什麼 等等的這件事情 你漸漸在自我介紹中 去表明你的身份 這個身份這件事情呢 其實很有趣 就是 我覺得這件事情有趣在於說 有一些身份是你自己想要的 你覺得這個東西對於 你這個身份對於你有益 譬如說你可能覺得 你讀過東海大學 你是一個很榮耀的事情 因為校內可能有一些學生 然後很 就是很積極的在參與一些社會運動等等 或者說 你做了職業 然後讓你覺得 這個職業讓你覺得很有成就感 這是對你有意義的身份 然後有一些身份 譬如像高中或大學 有一些人會覺得 這些求學的身份 對我們來說 並不一定有意義 像我 我是一中畢業 可是不一定每一個跟我一樣 一中畢業的同學 或學長學弟 都跟我一樣 對於一中這個東西 是很有感覺的 但是 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變成說 正因為我 對於我 過去的一些身份 是很有感覺的 我覺得 高中生這個年代 對我來說是很有感覺的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 如果我過去的這些經驗 可以被用一種方式去 去跟其他的 跟我一樣 都會經過高中這個年紀 這段生命經驗的人 去分享 去告訴他們說 可以做什麼的話 那我覺得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 也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所以比如說 就是我覺得 那回來講 高中這個年紀 到底是一個 怎麼樣的年紀 我覺得 跟很多人不一樣的地方 我自己的經驗 跟很多人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我的高中經驗 是一個跟 升學主義 沒有太大關係的經驗 就是 基本上我沒有在教室裡 念什麼書 然後 我花了很多時間 在做 就是非課堂的事情 當然不是說 這樣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而是說 我其實 在某一程度上 我有意識到說 這些東西 把我綁住了 如果我真的加入到這個 去跟他們一樣 在課堂上唸書 或者說怎麼樣的話 他其實是把我綁住了 就是綁住 我沒有辦法去做其他的事情 然後 我當然也是很討厭 就是在課堂上唸書 那個時候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大家可以去 花一些時間 在就是高中 課堂以外的時間 在高中補習班以外的時間 去做事 去思考的話 其實對於就是高中生來講 他會是一個新的 不同的人生的體驗 我覺得 如果大家 就算在課堂 會花很多時間念書 但是 如果有一些機會 可以讓高中生 然後來去參與一些不同的活動 然後 譬如說像 當然像摺五這樣的場合 其實就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場合 因為他不會佔很多的時間 然後 他又可以很迅速的 讓大家去了解一些事情 但是 我想 對於我 還有我上海田園 所謂的夥伴而言 這樣子 去辦一個講座 去做一些 去辦一些活動 給高中生參加 這些事情 都是在我們 過去兩年的時間裡面 去學習起來的 就是 我們不是一開始 就很了解說 該怎麼去辦活動 辦一個怎麼樣的 高中生參加活動 接下來就是一些 可能是有些 失敗的經驗 就是 我們過去辦了很多的活動 我們從2011年底開始籌拜 2012年初的時候 辦了第一場活動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 也沒有很詳細 很詳細的去講說 我們要辦一個 在地的高中生讀書會 就是所謂在地的高中生讀書會 其實意思當然是說 說高中生是在地的 可能議題也好是在地的 就是這兩個層面的在地 就是我們要去找一群 就是在高中 在台中讀書的高中生 另外要再去找 就是找一些台中的議題 然後大家一起來關心 其實這件事情是 是在我們摸索之中去發現的 就是說 我們覺得 我們一開始第一個學期 去規劃的一些議題 其實是 性別議題 然後 學生權益的議題 還有就是 土地正義的議題 大概是這三個議題 然後我們辦了大概六次的活動 然後這些活動裡面 雖然叫做讀書會 但是其實大部分 其實都在聽演講 去一些議題的發生地參訪 然後後來的一些 就是後來三個學期的活動 大致是學著這樣子的路徑去辦活動 但是在這些活動裡面 其實我們會發現到說 到底要怎樣的議題 對高中生才有意義呢 還有另外一個層面來講 為什麼我們想要辦高中生讀書會 一面當然是說 覺得高中生的生活是有意義的 然後我們要讓高中生 可以去獲取一些知識 另外 對於我們這些辦活動的大學生來說 我們這些大學生大概都是 因為都是我認識的一些一中 女中的一些學長 學姐或學弟學妹 然後這些人通常都是 對高中 對台中是很不了解的 就是那個不了解在於說 台中這個地方 就是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求學的地方 而不是一個真正的生活的地方 就是我們不太會了解說 我們這邊除了學校還有一中街 以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些所謂在地的議題 所謂在地的 就是那些台中到底還有哪些地方 有哪些地方可以玩 或者說台中有哪些地方 有一些爭議的事情 或者說台中哪些地方 有一些什麼風俗 然後文化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不了解的 所以在這個讀書會中 除了要讓高中生 多一些想法之外 另外一個面向變得說 我們這些大學生 也在辦活動的過程中 要去學習 學習說 台中這個地方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辦活動變成了 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是讓高中生 更能夠了解的 就是 更能夠了解說 他們 做為一個除了念書之外 他還可以有什麼事情 是做的人 可以做的人之外 大學生也是藉由這樣的辦活動的過程 然後來了解說 台中到底還有什麼樣的東西 是我不了解 當然這個東西就會變得很多 那其實面對的一個相當大的困難在於說 其實我們這些同學 大概都是離開 在台中相當遠的一段距離的地方念大學 我們不是真正在台中念大學 也就是說 我們不會在台中 常常在這邊生活 我們通常 半途除了可能就是 剛好是一個回家的時間等等 那像這樣的狀況的話 其實面臨了相當多的困難 像是說 我們離台中很遠 也因此就是辦活動變成一件很累的事情 我們要通車一段時間回來 然後要辦一整天的活動 這一段活動時間裡面 都沒有辦法去做其他的事情 然後其實大學生的課業也是很重 然後大家在各自的大學裡面 又有各自想要做的事情 去參加一些社團 去參加自己大學的學生支持 但是這些事情都會讓我們 都讓我們感到其實很大的一些壓力 但是我覺得 這些事情 無論如何 它其實都讓 就是我們這些參加的大學生 意識到一件事情說 未來 我們應該要回來台中做一些事情 就是 我們不能夠說 像很多的台中人 其實他們去了北部念大學 未來的工作就留在北部 這件事情其實是不太好的 的確在我們的這個 辦了這四個學期的 兩年的活動當中 我們也是接觸了很多的不同的戰力團體 譬如說我們去過水隊聚落 我們去就是了解說 那邊 它是一個怎麼樣的 就是 閩南客的一個這樣的聚落 然後它那邊有怎樣的水隊的文化 然後 或者說我們有去過 寶山那邊 寶山那邊 文山要蓋一個工業區 然後他們那個工業區 到底是怎樣一個 規劃不當的情況 或者說就是 我們有去過 大雅這樣一個地方 它是一個產出小麥 但是為什麼過去 過去是盛產而現在變成一個 要發展精緻農業的一個地方呢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 曾經去過的一些地方 我覺得 上海的讀書會雖然說 現在發展的狀況 並不是很好 營業狀況也非常不良 然後所以 我們才一定要按這個 營隊 然後讓大家來就是 重新聚集起來這個活力 但是 無論如何 我覺得這個東西 帶給我們這些大學生一個機會 就是我們所謂的 反江青年這個概念 就是變成說 我們要留一些心力 留一些心思 然後未來 我們能夠回台中 或者說現在可以開始說 籌話 回台中之後 到底可以做什麼事情 因為畢竟 如果我們真正去營運 真正去做的話 我們把過去那些 辦這些給高中生活動的經驗留下來 那就變成說 這些大學生 如果真的未來要去 就是去辦一些 長期的活動給高中生 那就意味著 他要其實有一些 正職 正式的工作可以做 就是他是可以自己賺錢 自己營生的工作來做 就是 這個意思就是說 辦公司 不可能變成一個職業 半高中生的活動 不可能變成一個職業 像蔡亞軒這樣 就是他自己也要找一個 自己的正職 就是我們 其實未來都必須去想說 要如何在台中在地生活 然後最直接的生活 其實是 可以去參與到在地的意義 或者說 可以有一個團體 如果能夠的話 蔡亞軒讀書會的這些大學生 也許可以變成一個團體 然後變成一個 可以就是 一個在地NGO去關心在地議題等等 這個都是我們 可能有想過 但是目前沒辦法做到的事情 我覺得 這個 我覺得我這段演講 可能沒有講出說 我們到底 就是到底做到什麼事情 確實我們沒有像 沒有辦法像我們原先想像的那樣 去經營一個高中生的社群 讓他們固定的去參與活動 但是當然就是之後 相信之後應該可以繼續這樣子 就是也可以邀請現在在場高中生 未來也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但是我的重點是說 離開了台中之後 那我們呢 離開了很多台中的高中生 到了大學 就是要上大學通常都必須面臨 去外地面出的一個困境 就是他可能永遠 或者說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會再回來台中了 那對於這些人來說 那台中還是重要了嗎 那為什麼對於你來說 台中還是一個重要的地方 我自己有一套 我自己的經驗 那我也有一套 為什麼我要回來的理由 但是 我會覺得說 台中這個地方 是我們生活的地方 那 到底要怎麼樣 讓它變得更好 或者說 變成未來我們可以回來 可以生活的一個地方 而不是它是一個相求的地方 這是一個 我們辦讀書會 整個經驗裡面 我覺得最重要的地方 然後當然不是說 只有這些 原來的台中人 可以來辦這樣的讀書會 我也會覺得說 只要是所有的台中人 所有在台中生活的人 他應該都有能力來辦這個讀書會 所以 其實在未來 我們也會很 非常希望有一些 真的在台中念書的大學生 比如說剛剛蔡阿遜說 像徐漢華這樣 就是不是台中人 然後在 可能在台中會念了好幾十書 但是其實 如果你覺得台中是一個值得生活的地方 那我覺得 這個認同就沒有那麼 就是 原來的 原來 就是出生的那個地方的認同 就沒有那麼重要 反而是你最生活的那個地方 才是重要的 然後我會希望說 那個 陪列 就是能夠給高中生一些 多一些東西 然後 我們自己又可以 在這個過程中 變成台中人 這是在 讀書會一個 就是 辦這個 讀書會最大的一個目的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非常感謝三位 就是這樣子精彩的 跟大家分析了 他們這段 分享他們這段時間以來 做的一些事情 可是 剛剛有人 幫我起底喔 其實我也是 是賽屯的成員 只是你知道 故意就是 為了要保持中立的那個 主持人的角色 所以就不要講這些事情 不然人家講說 賽屯是來兩個 是不是比較普厚啊 其實沒有 但是其實我們 財中在地有非常多的這個行動啦 那我們現在其實時間還很多 那就先容我再 我先問三位一些問題 好 第一個 我先問那個新聞 好 那個 剛才看你們的這個分析喔 就覺得這是一個非常 非常厲害的一個 可能是在科宅 或是在小論文的報告上 一定可以拿到高分的一個作品 那 我其實有一個好奇的點 是說啦 就是說 這些那麼認真的 看起來很 像SWAT分析啊 或什麼的 其實這個在高中 應該是不會教的嘛 對不對 對 那我記得兩個問題啦 第一個是說 我們在這個 我比較好奇說 你們在這整個行動中啊 帶你們去找校長 帶你們去找市政府 是 跟 是誰帶你們做這個動作 那你在 跟這個人一起做的時候 你自己 身為一個執行者的感覺又是什麼 對 這是一個第一個問題 好 那第二個問題呢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就是像 這其實第一個問題 跟第二個問題是一樣的 就像漢華他們在講說 他們東海的反臭氣聯盟嘛 可能去找過市政府 可是政府不理他們 那如果我們都說 我們在做的就是一個社運 一個社會運動的話 你覺得為什麼 你們的行動 跟他們的行動 為什麼在市政府的態度上 會有不一樣的態度 就是市政府為什麼可以見你們 可是不見他們 這兩個問題 謝謝 你要先講嗎還是 好我先講 就是其實 第一點就是 我剛剛有說是 我們的指導老師 蔡淇華主任 她是一個當然不知道 什麼的老師 就是她在很多工作 一直都非常有興趣 然後她也非常鼓勵 學生不要指示讀書 然後應該會有 有點習慣 這樣 然後在我們在整個參與過程 我會覺得 可能大家看看 就覺得這沒什麼 就只是一個很簡單的活動 然後就選單單單 喔對 我有帶宣傳單 可以看一下 請我的夥伴們幫忙發一下 其實我們之前得宣傳單 有嗎 你覺得你幫忙 就讓大家簡單探討一下 就讓大家簡單探討一下 然後我覺得 就是不管這個活動 到最後的成果 或是成功 或是失敗 至少我們去我投資 我伯伴有告訴我說 這一個白冰印中間的這個環案 好像已經連入明年的 什麼預算規劃當中了 就是政府有重視這個問題了 可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從這個活動裡面 我們學到一點是 我們有新的觀點 而我們不再只是 默默待在教室裡面 看著老師寫著黑板 然後就這樣踢課 而我們是有新的想法 然後我們也不是說 就是提出一些理念 然後就光說不做 我覺得這點很糟糕 因為如果大家光說不做 那每個人都會說啦 不是嗎 為什麼我們沒有行動呢 所以我覺得行動很重要 所以我們不想成為那個沈默的一代 所以我們就跳出來 算有點傻 一開始遭受很多批評 對 然後就很多人可能不看好 可是後來就不去看到 有一些成果 一些發表 可能一些比賽得獎之類的 然後大家都開始覺得 好 好像不錯嘛 有一些回饋了 這樣子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個是 就是市政府 其實我們一開始很慘 超慘 就沒人聊我們 就想說我們就是小屁孩 真的是小屁孩 那時候我們 我們有打電話去給 一些 就是 有關一中商圈的委員會啊 想要問他們一些問題請教 然後他們會互推皮球 然後說 這不是我管的東西 為什麼你要問我 請你們去找某某單位 然後我們就打電話去某某單位 然後去請教一些問題說 請可能請教他們 那方面一些道路規劃的問題啊 或者是實施就是 之前案例的分析 可以想請他們告訴我們 給經驗 可是他們都會非常就是 非常就是大人嘛 然後就會覺得 我們只是高中生 不會重視 然後就覺得 用一種非常冷淡的態度 然後推死 然後反正就雙方都不屁地球 然後到最後我們搞的就是 啊天啊 那我們要問誰啊 網路上也找不到資料啊 所以後來我們就要是 求助於指導老師 然後請他就是 討論一下怎麼辦 然後他會跟我們想說 我們可以先從里長先開始找 然後我們親自去拜訪里長 我記得那天是台門天 就是去年死掉的時候 然後我們去的時候非常慘烈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 大方家門口 我們就已經全身死掉 所以有點浪費樣 不過幸好里長人非常大方 然後他也不太建議 然後告訴我們很多 有關一中間之前的案例 所以其實我們一開始也變成 並不是非常順利 就是說想見死了就可以見到 我們中間也遇到很多困難的挫折 然後我們就是慢慢的克服他 然後想說 因為既然我們都已經踏錯第一步 那就應該繼續往下走下去 而不是就停止在這邊 這樣子 謝謝 好 我可以處理主席 各位各位 好 好 那 好 剛才就提完請問的 就是我個人一些小小的問題 他的回答 那接下來 其實我就是 不免垂的也要問 繼續問下去 對不對 那接下來就問到 漢華的反臭氣聯盟 其實我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 這個運動 我們看到有一個 初步的勝利 就是拆除了最臭生產線 可是這個 在這個運動 達到這個目的之後 之後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就是之後是什麼 但第二個是 我滿好奇 這個運動看起來像是一個 由老師帶起來的 然後學生加入 以時序上來講 看起來是這樣 是老師帶起來 然後學生加入的行動 可是學生在這個老師 發起行動之前 是不是有其他的一個 其他的行動 只是被埋沒在後來的 這個歷史敘事裡面 就是他好像是老師帶起來 或什麼之類的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這比較小 就是說 在你們在行動中 是不是有遇到一些 價值觀上的衝突 因為可能 我們會 像在費死的議題上 你們會覺得說 死刑人 他一定的社會意義 然後費死 有他的人權價值 那可是湊氣上 好像不會有 那個價值觀上面的衝突 我覺得說 湊氣很好啊 讓人類警覺到有危險 就像瓦斯有錯位 你才會覺得說 他是瓦斯有危險 是不是有這樣子的 價值觀上的衝突 好 我們要回答一下 好 呃 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問後續 第二個是問 就是 這個是老師跟學生的 互動關係 對 那或者是學生 是不是之前就一直在進行 那第三個是關於 價值的開始 好 所以在這邊 後續行動的部分 我們在生育運動之後 我們就跟 東南大陸附近的社區 進行聯繫 然後呢 跟他們的社區人 每週都去他們社區開會 那 希望這個運動 從一個學生運動 轉而變成是一個 周遭社區一起來做的運動 那我們學生在這個地方 因為 畢竟學生 在這邊是一個流動的身份 我們四年就會離開 那我們不能保證 四年之後 這場運動 還沒有辦法進去下去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 希望能有 能跟在這個地方會一起 會一直待著的 在這邊的市民一起合作 所以我們後來在 串聯了附近的幾個社區 跟附近的社區人一起開會 並且這社區後來也要求很多 譬如說環保局 並且要來檢驗抽驗 或是改進他們的設備 之類的 之類的 之類的事情 那 後來這社區 他在 大概在去年的時候 才比較 就是 達成他們社區的 想要的一些東西之後 就是 後來就是 就沒有固定開會了 對 那運動差不多 是到 去年大概到一個段落 那 中間歷間蠻多的轉折啦 其實我覺得 這可以串連到剛剛佳勳提到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 老師跟學生 老師發起 在這裡面學生的角色是什麼 那 其實一開始老師 在 王聰明老師啊 他在 弄那論壇的時候 其實他的態度 是 偏保守 他一開始自己希望 可以大家共同來分享 想法 那在這裡面 去促成後續的整個的 校內的擺攤啊 連署啊 或是 最後的大遊戲 這些構想 都是我們 逼著老師 我們 推著老師 我們讓老師 慢慢的慢慢的可以接受 行動越來越高度 我們讓這些老師的觀點 慢慢的破除 我們原來可以做到這麼多的事情 在 開頭是老師 但後來 讓這件事情 能夠越來越高度 行動能夠越來越多的 這邊可能是 學生的角色是比較大的 那第三個 價值觀的衝突的部分 其實在這件事情裡面 因為 蠻多的 一開始我們要面對 蠻多的價值觀衝突 是其實 大家會一直以為 就是 工業區 它 給我們的經濟發展 帶來什麼樣的好處 它 好像幫助我們 增加很多GDP啊 好像很多人都在工業區工作啊 那 在這裡面會不會面對到一種衝突是 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台灣的 我們台中的經濟 我們台灣的經濟 是需要用到這種方式來發展嗎 那第二個是 我們想要一個 什麼樣的生活環境 我們想要一個 什麼樣的生活方式 那 在第一個 在部分的時候 我覺得這問題蠻大的 那 這邊我可能 就是關我們台灣 我們台中 我們需要一個 什麼樣的經濟 我認為這個部分 可以不只是追求一個 數字上的 或是追求一個 純粹的金錢 利益 而且 很多的污染啊 這些外部成本 往外丟 這樣的經濟模式 那 第二個問題 我覺得 我們每個人 都應該要有 呼吸的權利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 要有一個 基本的健康的 生存的權利 如果連這一點 都做不到的話 我不 我不認為這個國家 有把我們一般人 當作一個 有尊嚴的人去看 好 果然就上升到一個 很大的一個 價值的層次了 沒關係 那我們接下來 山海屯讀書會也 不會幸免於難 其實問題很簡單 兩個啦 就不能說我是山海屯的成員 然後我就放過山海屯 其實 不斷的就是在自行 不斷的批判 跟互鬥中 向前走 大家就是 互扯的頭髮向前走 看向我們的未來 雖然說我們的未來 就是頭往後仰的看 好 那其實山海屯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對高中生來講 像是指紋 可能有遇到一個很好的老師 或者是 我現在其實高中生很會 私處亂跑 可能可以來折舞 可能可以去台北參加學運 可以去很多地方 去參加台北的折舞 就是那個 如果講起來的話 就是去老店 去本店看 不用來分店 或許 就有些人可能會有這種想法 那在高中生有現在那麼高的 能動性跟自主信號 資源管道之後呢 為什麼要來參加山海屯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那跟東海反臭氣比起來 東海反臭氣聯盟 其實在現實生活中 確實達到了一個目的 就是讓一個生產線結束 然後不會那麼的臭 雖然說那個味道可能還是有 可是它至少達到一個初步的勝利 可是對於山海屯來說 山海屯在台中做了這些事情之後 又改變了什麼 兩個問題 兩個問題都是山海屯讀書會要面對的問題 其實都是很基本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在後來 應該說過去一年 就是到過去一年才有比較深的一個思考 基本上就是 山海屯這個東西 我覺得第一個問題在講說 為什麼大家要來參加山海屯讀書會 就是第一個 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是關於山海屯讀書會 這個團體辦的活動 它其實是有一個特定的特色的 就是 我覺得 山海屯讀書會 在過去其實 剛剛其實沒有講得很清楚 我們到底過去辦哪些活動 就是過去的活動 其實我們是 這個團隊 這些大學生的團隊是在列級說 我們可以去辦一個 有點類似就是 在地小旅行的這種 可能性的這種東西 就是 它會變成說 我們到一個 台中的某一個地方去參訪 然後了解那個地方 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然後 或者說到一個 呃 譬如說像 剛剛講的大雅 這樣的一個地方 我們去了解說 農業是一個如何發展的狀況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會去 呃 去訪問到誰 訪問到一些 就是對當地很了解的人 這個是一個 它走的一個 是一個 在地的路線 這個在地的路線 在於說 呃 我們會 在這個過程中 呃 讓上海層的組織會 做一個終界 這個終界 可以 變成就是高中生 跟呃 在地的一些議題 一些團體的一個橋樑 他們如果 未來參加過這個組織會之後 他們可以 去跟這些人認識 然後發展組織 自己想要了解的 想要去做的事情 這是有可能的 然後另外一個事情是 剛剛其實也講到 很多人是 就是 欸很活潑 然後自己 欸也很知道說 就是有些高中生 很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然後也知道說 去哪裡拿到資源等等 但是 這件事情是 比較不容易的 就是對於很多高中生來講 其實不是這樣子 就是 很多高中生 可能過 經過了 譬如說一場三月大的學運 或者說 經過了反媒體壟斷 等等的運動之後 欸他們突然間 就是欸 覺得說 有很多事情 感覺自己可以來做 然後感覺 可以把一些議題 帶到校園裡面 他們是有一個 欸突然被點醒了 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但是 有很多高中生 他們還是就是 不會覺得說 這些事情是重要的 他們可能 可能太看 可能 他們可能是 欸有看過 但是沒感覺 然後 有一些人甚至是 連看都沒有看過 或者說就是 就是當作就是 唱人在眼前飛過去 然後 然後 可能還其實把他打掉這樣 欸覺得很煩 但是我覺得 上演的讀書會 有一個目標 目標是說 就是可以把這些資源 然後 或者說去引發他們的興趣 給這些人 這個資源當然是說 這些認識 在地的機會 或者說 認識社會議題的機會 等等的 或者說甚至是 啟發他們行動能力的機會 這些東西是 可以透過 我們會希望可以透過 就是這樣子去反 或者去辦這些活動 然後讓他們可以 藉由這樣的方式 獲得這些想法 或者這些資源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上演的讀書會 上演的讀書會 在台中改變的時候 基本上目前當然 目前還沒有什麼改變 就是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但是 我們會覺得說 最大的一個改變在於說 我們還是有一群人 持續的去 藉由這樣的領目串領起來 然後 然後 之後可以 就是一起回來台中 做一些事情 或者說自己可以去發想回來台中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 一個比較大的改變 就是 怎麼講 就是你辦的一些活動 總會留下一些改變吧 我覺得這個改變在於說 有一些 社會關係 在這個其中改變了 這個改變是說 就是 有一些人知道說 上演的讀書會在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 或者說 有一些人 就是 參與到上演的讀書會的活動裡面 然後 他們的確也有獲得一些東西 儘管他們沒有 很長期的去參與這些活動 我覺得那些東西都是很 很理所當然 就是一定會 因為參與活動 所以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 新階段的話 是這樣子 但是 上演的讀書會的話 我覺得 最終會想要做的事情 會比較像是說 他可以做為一個 NGO的團體 然後 在地方上 持續的去ROAD 然後能夠 轉動起多少人 去做其他的事情 都沒有關係 但是也不一定 未來參加上演的讀書會 就一定要 都去支持 或者說 都去參與 這件事不可能 像 禮拜五來折舞 然後禮拜六 禮拜四 之後可能來參加上演的讀書會 活動 或者說等等的 這些 他其實是可以 預期上是可以去捲動大家來參與 只是我們過去 可能 因為一些經驗上的步驟 宣傳路的不好 然後行程上安排的不好 就是 這些可能都是我們 有在改進的地方 好 好 感謝三位 就是這個問題我問完了 那接下來的時間呢 我們比過去的幾次演講 還多了非常多的問答的時間 那我們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進到這個提問的時間 或者是你要分享的時間 那該 好 等一下 馬上舉手 那麼快 那麼踴躍 好 那我們先講好不好 來來來 這邊先 我需要一個主手 好 大家好 剛剛我們說到就是 學弟我們看過沒有嗎 就是 先分享 我也是東海社會的過來人經驗 在我大學 不知道幾年級的時候 也是用深骨感這個議題 也是在講臭氣 也是有的 學校的某個人 丟出這個議題 然後叫學生去做 然後學生做一做做完之後 欸欸欸有個報紙來了 然後就被 我自己現在來看 是一個哥到尾啊 不過這個議題 這對於一個在 剛才有說到 在東海大學讀書的學生 畢竟是有四年的流動性 他是一個很容易被替代性的角色 所以 對於這種行為就是 那個學生活動 不可不避免會遇到這種狀況 所以 是一個很單純的分享 然後第二個 我是要問問題 我問那個 一樣是一中的學弟 我也是一中畢業的 對 然後 今天一直講到一中 我們這邊很多一中的 講這個問題就是 先問你這個山海屯 讀書會在在地議題的選擇 因為我實在不怎麼清楚 你對在地議題的選擇 到底是怎麼樣去做一個評斷的 而且你又說了 你選擇了很多很多的活動去辦 好比如說今天講南屯 或我明天講大雅 甚至是你剛剛寫東式 但是有一些層次可能比較高的議題 舉辦說剛剛說的工業區 然後或者是 我是後裏人 很私情的在說 後裏是全台灣 那個空氣污染最多的地方 空氣污染那個 代曜星指數最高的地方 其實呢有很多議題嘛 東海社會的學生有去看過 有陣容紙廠 有風機鐵工廠 有中科 中科三企那邊 那是一個很污染很重的地方 像這麼大的一個 一個議題為什麼 是不是以後你們會去選擇呢 然後 接下來還有 其實問題還不少 你剛開始有講到自己說 你自覺這些議題 你都很不懂 你已經離開這個 這個原向一陣子了 但是因為你現在是大學生 你覺得你可以比 比起原本的高中生 你有給他更多的資源 老實說 以我成績是大學生的心態 我覺得 你比高中生 或許只是多了 得到資訊的管道 或者多到更多的時間 除此之外 你的資源 比起高中生 有多很多嗎 不知道我吃個提問啊 因為你一直說自己 之前有說到自己很不懂 那如何說服 來參加活動的高中生 還有其他一般社會民眾呢 然後 延伸下來的問題就是 你自己都 在一個能力 可能不是很充足的情況下 為什麼你要安排 現在去跟 當地的 高中生 就是台中的高中生們 去做這樣的活動呢 而不是你之後 可能退伍之後 你應該還有當兵吧 應該你還會遇到 當兵這個議題 應該你還會遇到 回到原鄉 來找工作這個議題 為什麼不是安排在之後呢 然後 我有想到就是 如果我是你要怎麼做 我只是一個分享 如果我是你的話 我是不是會做別的事情 來讓自己的能力更為精進呢 為什麼要這樣講 是因為 如果你自己的活動 沒有很大的力道 比如說剛剛 有人抓到一個臭氣 抓到一個中間的議題 你沒有力道去延續你的一個 社會議題的一個 主要是讓大家有一個 脈絡的思考啊 我看到問題 我發現問題 我解決問題 就是讓大家有一個 獨立思考的機會 我聽的提起來 是讓 希望讓高中生有這樣的能力 但是 如果你沒有一個很 實際的issue 讓你去做一個 solution 有一個過程 去讓他去做解決的話 我不知道這個 大家要怎麼去從 裡面去學習 因為都是很空泛的 很空洞的一些東西 然後最重要的是 高中生的變動性太大了 你大學生四年在這裡就會走 可是高中生搞不好 之後他去讀博書 他去讀碩士 你自己都一種高學弟的 你都離開中部地區了 說不定你又讀碩士班 我相信應該 你這樣講 可能八年 九年之後 才會回到台中來 變動性太大了 為什麼你要選擇高中生 這個社群呢 何不 我又提出一些解決法 何不你現在就是當地 比如說 某某 某某工廠可能被惡意倒心 惡意欠心 他們不知道如何組織社會運動 你是不是可以用這個角度去幫助 在地的廠商或是族群去協助他們 因為 好 先講農民比較簡單 農民搞不好都六七十歲 五六十歲 他們對於組織很難 可是你有這樣的經驗 你有這樣的資源 你有這樣的想法 你有這樣的時間 去幫助他們去做 那為什麼要尋找 很沒有投暴率的高中生呢 沒有 我不是要諷刺這個 我也是高中生 如果你要花時間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另外我要再回過頭來講說 你剛剛講到的你的一眾生涯 我覺得我的一眾生涯 怎麼被你的一眾生涯 有一些些些許的出入呢 因為其實 因為你說你很多時間在 暴空架的社長 我真的是一種的 我騙你 我們也是在一個暴空架上 我們是國約社的 但是 我是讀社會組的 我的同學每天就是在講政治 當初是民進黨選舉 我們要因為吵架 那時候還有養護其謀的家族的年代 每天 那個年代 大家吵完之後 隔天來上課 讀書 但是不代表我們不關心社會議題 不代表我們 不會花時間在 我們四周圍的人事務 或許高中生是有做這種事情的 但是你因為你的知識水準可能 比較高 或者是你用你過去的經驗 來看這樣的高中生們 所以你覺得他們沒有做這樣的準備 會不會有這樣的謬問呢 我一切都是提出分享 跟也不知道戰 因為我們更 這就是 我們生命歷程不一樣啊 但是你也通常就跟我遇到一樣的 曾經有一樣的三年嘛 最後我還是回來 一中間因為我可能也丟過垃圾 所以我實在不知道什麼概念 好 謝謝 好 謝謝 陳昀你那個問題 你有記起來嗎 有齁 好 那你要直接回答 好 其實我覺得這些問題 都是過去這幾年 應該就這兩年多 所以我一直在面對 就是 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們不是沒有想過 然後 的確就是這些東西 或者說我剛剛的這個分享 它其實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樣一套東西 但是 其實說實在來講 就是另外一套東西是 我沒有講的是 我們到底是檢討的哪些部分 然後 因為這些檢討實在是沒有經過 就是大家的一個 就是集體討論過 所以我也 就在這個過程中想去不講 我講的是一個比較公開的 就是大家都做過的事情 大家都想過的事情 這樣的東西 然後 我覺得第一個是 上海騰的一體選擇 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我們過去 會選擇這些東西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 不管是在講 就是我自己的一宗生涯 還是 講上海騰 讀書會的這個 這個組織的生涯來講 我覺得 都必須從就是 這一群人到底是怎麼樣 去辦這個活動 就是 當初 大家在發想說 怎麼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這群人是什麼樣的狀態 來分享 就是 過去我們這一群人 就是 那個時候我大一 然後我的幾個 比較要好的朋友也大了 然後 或許就是 有一些朋友 可能就是 年紀比較長了 所以 可能他們已經 就是大三大四 可能要畢業 所以那個時候 但是大家都沒有碰過說 到底要怎麼樣去辦這個活動 我們是 就是 我們一開始絕對是 沒有想得很周全說 我們要去選擇哪一些議題 我們比較像是說 我們很單純的 想要去辦一些活動 然後讓高中生參加 就是這個想法是很單純的 然後 所以我們就去選擇了幾個 就是 我們在媒體上搜尋了到的議題 然後 或者說就是我們有人去認識的議題 就是 就是 就是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所以才去選擇 但是 經過了一些不同的 就是到了現在 我覺得 因為像是 像折武這樣子的一個社群 或者說我們去認識了其他的 就是議題發生地的一些人 之後我們才去知道說 就是 台中還有其他的議題 就需要被人就是去探討 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東西變成 我覺得上海騰國書會的定位 我一併用第二題來回答就是 你的第二題是說 欸 大學生的資源 真的有比高中生多嗎 我覺得當然是沒有 沒有差很多 我自己在大學的時代 就是 我自己至少在大一大二的時候 我參與的是 激進筆記 然後我當作社長 然後我自己去參與過的事情 其實有很多都不在台中 我確實是沒有比台中的 就是很多人 都是 就是真的知道多一點事情 但是我覺得 不管是 你說資訊管道比較多是沒有錯 但是 可能也不只這樣子 我覺得最大的差異在於說 一個 年齡的親近性 這個東西 就是 你過了一定年紀之後 你可能就很難再去接近這些高中生 就是 就是過了一定年齡之後 你要回來就是 碰出這些高中生 你需要認識他們 然後你要 你要有管道去認識他們 或者說你要 博取他們的信任 這些事情 在我那個 在我那個時候 設想來看的話 是有點困難 當然 對我自己來講 我覺得這個東西 並沒有那麼困難 就是 到我現在 我自己覺得 並沒有那麼困難 我只能說我自己覺得 這個就是需要練習的 因為 的確就是到了大學之後 你去接觸了很多 就是大學生 然後 接觸了很多不同的人之後 你的想法 你的 使用 就是語言的方式 會不太一樣 然後 就是你可能也不知道說 怎麼樣去帶一個討論 就是 大學生可能真的沒有 比較多次 但是我覺得 這個東西經過練習之後 的確是可以達到一些改變 所以 我會覺得說 就是 直接就是 回答說 就是到底有多什麼 我覺得多的就是在於說 有一些親近性 然後 他們對於高中生怎麼想 這件事情 可能有 就是還沒有忘記太多 我覺得這件事情 可能 是真的有比較多一些 然後再來是 怎麼實踐的問題 很抱歉 就是 我覺得這個問題 就是 是問得很好 因為 我覺得 就是如果 從我自己來看 然後我會覺得 過去三人的讀書會 這幾年真的沒有累積出什麼東西 就是 他沒有真的選擇一個 什麼議題 再去做 這件事情當然是 很困難的事情 就是 因為我們當初 也並沒有想的那麼多 我覺得 當然 把沒有想的那麼多 當成一個藉口 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 他確實是一個 和善人 比如說的成員 他一直在去 就變成這樣的事情 就是 應該說 怎麼實踐的問題 就是如何實踐這件事情 會在台中這邊實踐 幾乎是我沒有想過的問題 就是 我們並沒有去深刻的思考到這個層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們各自在各自大學裡面 都有自己的社團 然後 有各自在 就是生活區域裡面參與的議題 然後 這個東西 讓我們說 當我們想要 就是多回來台中一點 然後 就感覺會比較困難一點 然後 這個又回到 你剛剛問的問題 是說 為什麼 你會選擇說 在 在 不是 畢業之後 工作之後 再回來台中 就是 來做這樣的 所謂高中生的 這樣子的一個 美語資源的事情 那我會覺得說 就是 我覺得 這個東西就很直接啦 就是 就像我自己來講 我覺得我想做 我就來做了 而且 坦白講 我把這個東西也是深深的納進 我自己人生規劃裡面 我沒有要讀研究所 然後 我也不用當兵 所以我 大學畢業之後 我應該會直接回來台中工作 然後我希望可以經營一個 就是在地的組織 然後 我可以真正的參與到 任何一個議題裡面 所以這件事情 都是我去想做的 而不是說 就是 它是一個貿然的 然後只是一個 獨發奇想的東西 然後最後一個是 關於一中經驗的這個不同 我覺得呢 這件事情 一定要回到大家自己的 就是成長的經歷來講 或許 就是 我會覺得說 你有 就是那個時候在社會中 有一個很好的 討論環境 我覺得那個是你的 就是過去的一個經驗 在我的班上 我覺得 我面對班級 是這樣的一個環境 然後 我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 就是 我在一中輕攀社 下班社的這個經歷 對我來說很重要 所以我才當作我剛剛這個 演講的開頭 而不是說 我會覺得說 我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去拿自己的經驗 跟別人分享 是一個 比較有誠意的開場 而不是 我會比較好去解釋說 為什麼會想要辦高中生的讀書會 而不是去參與其他的台中議題 這個議題的選擇是來自我的經驗 我不會就是 無緣無故去發想一個這樣的東西 當然 在辦榮讀書會這麼久之後 我會覺得說 過去的那些想法 都有非常多的漏洞 像是 我做了一陣子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實踐這件東西 比如就是辦讀書會 給一個平台 然後這個平台 可能還辦得很大 沒有辦法給予什麼資源 來得重要 就是這個實踐的方式 到底是什麼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參與到 一個在地的議題中去 這個都是我一直在想的 而我很清楚 我現在的自己 是不可能去做到這件事情 當然其實未來等我 就是真的有一些辦法 才有辦法回來做的事情 要等我真的有辦法回到台中 就是生活在台中 這些事情才真的有可能 然後當然也會更希望說 就是有更多人 然後因為就是 過去參與過一些 讀書會員活動 或者說 一起辦過讀書會員活動 然後也約定回來 就是來參與 就是在地的議題 我覺得我的態度是這樣子 也不是說 就是真的有什麼 我的視野比較高 然後看得比較經歷 這些問題 謝謝 好 那個 現在大家不然很踴躍 可是我 我要講一下 就是因為剛才那個問題 其實就無差別攻擊到我身上 因為我也是上海屯成員 不是成員嗎 所以我也是在講一些話 就是說 剛才我們帶來上海屯成員 以我的例子來講 我是很幸運 是在參加這個團體的時候 已經即將要畢業 所以就很 就去麻糬當兵 然後沒辦法差太多 然後就回來工作 就很順利 就是以工作的身份 加入到這個團體的運作 那這是我自己的記憶 跟時間上 剛好那個 那個機運點 那所以 我覺得每個人的狀態都不太一樣 可是我們想要來做這個團體 最主要的原因是說 我們是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是說共學 我們從來不會覺得說 我們很厲害 我們交了很多東西 要給這些高中生 是一個以上到下傳輸知識 或者是技巧的一個成分跟位置 而是我們回來台中之後 我們一起認識台中這個地方 那其實為什麼我們要帶高中生 就很奇怪 你可以一樣的問題 那你可以跟台中的大學生 你不要跟高中生 可是其實高中生一來 有很多原因 一個是曾經講那個 我們跟高中生的年紀 非常的近 就我們還是心裡有一種 啊 早知道我們如果高中開始 就怎樣怎樣的話 我們現在大學就不那麼晚 來參加這些事情 或製造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才會找高中生 這其實就是 單純的以一個 青春的悸動 然後去選擇 然後另外一個原因 其實做運動很多 都是因為一死的那種感覺 跟你覺得這個東西對了 你就去做這件事情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 跟高中生有一個好處是說 因為高中生幾乎都在地人 大學生不一定是在地人 可是跟 我們要挑出大學生中的在地人 也很困難 所以第一個就問說 你是不是在 對台中生不是 好 謝謝 然後下一種 以高中生來講的話 當然會有彰化 會有草屯 會有南口 會有苗栗的學生來 可是其實高中生 大部分都在地人 那他們比我們有更多 關於在地的生活經驗跟年光 他們會知道說 坐公車哪裡到哪裡 非常不方便 然後路都很爛 可是我們可能會來偶爾 會來塗駕兩天 會這樣 喔 塗駕好像又變爛 就是只有這種 臨時性 像遊客般的視野 可是高中生 他是一直在這個地方生活 雖然說我們的生活的領域都不太一樣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互長 就是長短入圖啦 就是大家要有不同的經驗分享 然後我們一起 學習台中 學習一些東西 然後在他們之間看到 我們想要改變 或者說找尋那個 我們想要改變的東西的一個機會 所以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那跟成語待會有不一樣 那我們還有其他人的感覺 又更不一樣 所以現在我們就呈現一個 像大雜會辦的一個盤 不好意思 繼續 我們那個 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關係 我們就先看有誰嗎 說你先好 我想要稍微回應一下 那個我想要稍微回應一下 就是說 因為我們今天是看見行動的新世代 然後我想說 以看見行動的一個前中年世代 來講的兩句話 這是說 因為剛剛主持人有問到 比如說上海朋友 作為兩個問題 然後我覺得其實剛好 回應到哲委的部分 然後另外我覺得 我覺得做為看到我們在場的不同 高中生大學生 在推動一些行動上面的可能的時候 我覺得我都是帶著一種 很對待同志的那種 溫柔的這種態度 來看待他們所有的行動 那其實剛剛一開始講說 那比如說台中也有哲午啊 那這樣上海朋友說 會到底有什麼樣的區隔 那我覺得說從哲午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剛好很好就是說 哲午他提供了這樣一個舞台 那這個舞台呢 他其實 你看我們今天在場這麼多群眾 是有高中生有大學生 有一班在上班族的朋友 不同世代的朋友 都聚集在這邊 他就是一個很 一個我們台中公民社會的一個縮影 在這邊 那所以說其實這邊的朋友 他來當 比如說高中的同學來到這邊 他看見行動的新世代的可能的時候 他也許他就 哲午他只是一個短暫的舞台 他可以去到來到三海朋友讀書會 他也許對於東海人間工作坊有興趣 他說不定還去參加了社科 那所以他們就是可以到不同的NGO 或者是說不同的社團裡面 可以去運動去運作 所以這個我覺得就是 哲午發揮的功能 所以我覺得反而 跟這個三海朋友讀書會 有了這個基本的區隔就出來了 然後第二個呢我覺得說 因為你有一個問題問到說 那三海朋友讀書會帶來什麼改變 對不對 那其實我覺得對於改變這件事情 其實我就說 剛剛有回應剛剛那個東海的同學 作為一個 我也是東海畢業的學生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們在看一些改變的可能的時候呢 就是說 我相信今天所有的團隊 在投入行動的時候 就已經可能造成一些改變 可是改變是微小的 那當我們在關心周遭生活的一些公共議題 生活上的政治的時候 其實多多少少已經帶來一些改變 這改變很小 有一些我們個人自己在個人歷程上 生病經驗上的改變 有一些可能會放大到整個社區 整個社會的改變 那我覺得回到社區的一個脈絡來講 就是說我們對於社區的想像是說 你對於社區 其實社區最大的一個基本意義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 比如說在哲武的這個場域裡面 我們就已經形成了一個社區 每一個人其實對於哲武 可能有一種投射 或者有一種基本的認同 所以來到這個場合 那來到這個場合的時候 其實就造成了一些改變 可能你過去沒有參與過哲武 第一次在哲武舉手 好請幫忙一下 基本上相近一半的人第一次來哲武 那所以說我們可能造成一些改變 可是這個改變會變得怎麼樣 我不知道 所以我也相信說三海軍讀書會 它有許許多多的高中生 在投入三海軍讀書會的過程裡面 其實你剛剛很謙虛說 你們活動可能沒有辦得很理想 或做得不好 但我會覺得說 在你們做這個三海軍讀書會 一開始的時候 我相信可能已經有很多的高中 高中的學生同學 捲進來這個過程裡面 已經在做一些改變 那我覺得這改變 其實也許我們沒看到 但我相信說 在擴大到整個台中 這個大的社區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改變會很大 未來的影響會很大 好 感謝總理的鼓勵跟支持 剛才能這麼好一位對不對 對 這邊先 等一下 換這邊 好 就是 因為 講完之後 就是東海社會系的 這位同學 就是他算是 我覺得算是有點批判 那同樣是東海社工系的 我要說 其實quish 比較像 可能是總理也要講的是 我們 我先講一下 因為他以前在社會系的時候 可能也是做很多運動的花旗人 然後或者是他在看這些運動的時候 他會有一點 就是想要跟你們說 哎呀 要怎麼做比較好啊 所以他有點激動這樣 可是同樣其實是同樣的觀點 我想是 就是 源自於那個 老一點的人 看年輕一點點的人的心態 那如果我以這樣子的心態 看你們的話 我會說 哎 其實 你們就是在那個 一個美好的 你剛剛講 美好的激動的 那個剛開始的狀態 那他會發展什麼 成為什麼 其實真的不太一定 可是至少 至少你們在做 所以至少有去推行這個運動 不管他 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覺得都是好的 當然 因為 可能在 我覺得在講上海主的時候 沒有講得很清楚 你們具體做什麼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疑問 然後就會有很多想法 然後就變得 你們就會變得比較好公子 這樣 另外兩個人就會 感覺沒什麼好公子 然後 可是 同時 當上三個團體的時候 我 會去想要講的 稍微就是有一點 就是 嗯 其實不管是一中排 是東排 他們有抓到一個議題 所以會比較有力道 那 他就會完成一個 好像有一個成果 就像他只是拆掉一個 成長線 他也看起來像是一個成果 那因為 上海豚是一個 比較不知道成果在哪裡 或者是 你們其實也沒有很確定 你們心裡面的部分 你們也還在追尋 所以我們在看這樣的一個 上海豚的時候 我們也會有很多疑問 那可是 這個時候我想要講 另外一個 可能跟今天沒有很相關 可是他是我 我是台中在地人 就是也在這裡念大學 就一直離開這個城市 也在這裡工作 然後所以我每天在台中 就是騎摩托來 來來去去這樣 那我就會 以我一個在台中 就是台中英雅的 然後我就是 可能我 我們在講社會改變 那我騎摩托車過程中 其實難免城市會到草務 就是草務道啊 然後 可是那裡 附近 我不知道你們最近有回去逛 然後我看到 一個 就是他是 一剛開始 他都會寫 飯特期 飯特期什麼 有聽過嗎 他其實 他是一個很商業的模式 可是他是從 他自己家裡的房子 要賣掉 賣不出去 然後在那個草務道旁邊的巷子裡面 為什麼賣不出去 這麼好的地段 他開始去發想 然後去做一些改變 那他已經慢慢 可能他有錢 所以他去做這樣 做這樣的事情 他去集合很多小的 小的個體 然後去弄一個 比較大一點的 甚至像一條街 現在 比較新的是在中 可能 對 然後那一條 我們還蠻漂亮的 我覺得他從一剛開始 做得有點事快 到現在其實那個 想法跟你練 有慢慢在改進 那他們其實也在做一個行動 他們也在做一個改變 雖然是商業 可是 再回到講到這個 就是我覺得那是 力道的問題 就是他有抓到一個 可以去做的事情 為什麼市政府比較願意 可能當然 因為他們很努力 比較願意接見他們 因為改善一中階的環境 文化 是一個比較有力道的事情 相較於 叫工業區 不要排放廢棄 它也是一個 比較有力道的事情 那 其實可以從這個 方面去改善 就是去多想一點 然後 關於 可是我 把比較好的 講完之後 我還是要一點點 一點點批判喔 就是 我會去想的部分是 因為我剛剛在看你的投影片 7號到11號吧 你看 有 主辦單位是你們 然後有一個 合辦單位 我想那個應該是 經費的來源 那 可是 我就會很直接要說 欸可是你們也還是有收費 在這個盈利的部分 假設我今天是一個高中生 其實 一千五對我來說 並不是一個小數字 那我在參與社會運動的同時 我可以去選擇 去兒童自家做事 我也可以選擇 把學校作業好好做好 其實 這都是很有力道的 可是 有時候看著這塊塊 我是否要付出那一千五 這是第一個 然後再來是 欸為什麼我 我可能還有別的事情可以做 也是一樣很有力道的 那 那 如何在 我覺得營運很不容易 就是 因為不可能讓他們來玩 就一毛錢不滑 就是 就是讓他們吃土啊 之類的 不可能 那這個怎麼去爭取一個平衡 我覺得 所以這是之後要做的 順便講一下我覺得 這個物業很厲害 其實 在這個運作過程中 其實 經費其實是有花錢的 可是 他對我們 是沒有 收取費用的 那 他是經過思考之後 才去找他去的一個平衡點 那這個是之後可以去想 好 謝謝 欸 有要回答的嗎 正確這些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剛才這邊還有一位朋友對不對 這邊 不過很感謝大家 每一個都對大家很好 就是有一個正向的回應 你知道嗎 就是一個善的力量 然後越捲越大 然後我們那個 呃 居然也是對山海豚有一些建議啦 等一下 其實他 我覺得他講得很好 因為兩個都是 議題很明確 而且從頭到尾的時間點的敘述到最後結束 其實都很明確 可是 這邊比較沒有明確 所以大概就是一些 算建議啦 對不對 因為我 其實我帶活動 我從高中一直帶 帶了七八年 營利非營利 有錢沒錢的各種 行事的活動我都帶過 那所以 其實我後來的反思是說 其實我們在做的這些活動 是 呃 我們認為我們的參與者 真的想要的 還是我們 想要他 來的 這樣 這很 就是 他的動機是在哪裡 是真的他需要嗎 還是我們認為他需要 還是只是我們想辦 因為我 以前 有辦過活動就是營利的嘛 營利就是 就是他 想要他來啊 然後用各種銘幕去包裝 他就 他就來了這樣 耶 就賺到錢這樣 所以其實你們要更去思考的是說 這個東西是他們需要的嗎 所以在選題的過程中 你們在選 不管是社會議題 還是了解 台中這個地方的話 你們 多去思考他們到底 需不需要 又或者是 就像他們說了說 他 高中參加完這個活動 然後大學就 就離開台中 然後再也不會回來 所以他們就 可能就 不需要這樣 然後 再來是說 對於高中生來說 他們的 可能大家對他們了解 還是他們必須要專心於課業 所以會來參加這樣的活動的人 畢竟是少數 那你們要 如何的去影響說 就是如果你們選的議題 真的是你們認為他們重要 而且真的也很重要的 那你們要去如何影響那些 原本就 不在這個圈裡面 或是不想了解 或是根本 無心去了解的人 怎麼樣把他們 讓他們 願意去了解這個東西 是願意 是透過更多的 宣傳 講座 或者是跟學校的配合 還是怎樣 就是你們目前 在座的 或是你們未來想做的 你能不能 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樣 欸 我先問一個問題 就是有沒有人要問那個 清文或者是 高海 沒有 沒有 好 好 那個 不然剛才我們那個 就是景平你的理想 不好意思 好 我其實我已經坐很久 聽很久 所以本來是想要 欸 悄悄的離開就好了 那因為我聽到了 他彈一鐘 商圈一進來 我就聽到了 我正好是 三明路 三明路的兩邊 一個是一鐘商圈 一個是中友商圈 一個是中友商圈 一鐘商圈的 你去找的是 是陳理長 我剛好是 就是台中科大那裡的理長 所以 因為我姓游 我自己也在台中科大教書 我去年 我看到你們這個活動 在什麼地方看到 你知道嗎 在我二次的電腦上的桌面 然後 我二次也沒有跟我談說 因為我兒子是高熱身 我就把它點開看了一下 看一些問題 我發現到 就我很感動這些年輕人 對社區的關係 不過 我要講的是 你在對的地方 找到錯的人 所以 你的答案是錯的人 為什麼要這樣子講呢 因為 那裡的里長 跟那個商圈的主委 都是同一個人 我可以這樣跟你講 就是 包括呢 土地外面都是同一個人 所以 他們 祖父從爸爸到現在已經當了40年 他不會想要很大的改變 所以他 所以他 所以他會跟你講 你問的第一 你問的東西 是要去找 找市政府的 OK 一本 市府的人接見過你 其實他們也是在扶你 他跟沒有一個人 可以比我感受更深的 一中商圈 我們要解決的 第一個問題 他不是不可以改變 他可以改變 一中商圈 你知道三明路 這條路 25米高路 一天總共 1168班次的公司在經過這裡 所以 這是一個通路 是運輸量最大的 這是一個需要 改變的地方 一中商圈的 戶地太小 我在我們自己 在我們市政府 或是區諾所開會的時候 常常提 這裡會出大問題 有一天 福祉強 會為這個戶出很大的代價 就你看那個巷子那邊擠成那個樣子 人擠人 然後當花生火災的時候 應該怎麼辦 我知道其實我在 我們區會都提過 最後他們丟出一個東西 我看了嚇一跳 丟出說 郵里長要求 加強取締機車 違規違挺 一中商圈 最大的問題 是違挺 機車違挺 你們那次活動 造成一個很大的效果 是什麼 你知道嗎 一中 一中街有人 跑來找我 店家 所以郵里長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處理 我說什麼 你知道嗎 最近有一群學生 花旗一個活動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杜花旗的人 說要來拆我們這些癱瘓 因為 你知道我們台灣人 一個非常糟的方式 就是 喜歡把 如果他在這邊店家 也能做生意 在旗樓下做生意 然後又延伸出去外面 這種白線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 阻礙了這樣的交通 一中商圈真的 有太多東西 需要改變 所以我們曾經想過說 把那一條要求 正如把那一條 弄成 弄成這個人行步道 可是你要知道 法規規定 就是一條人行步道 弄出來 你就要 不需要再找一條 替代道路 所以顯然無情 這是十幾年前 張文勳當市長的時候 我們就談過這個問題 跟他們討論過 我 我對一中商圈 有一個另外一個看法 就是說 你的問題其實 發覺的都很好 而且我們這裡有一中人 很多我階級的財經 跟一中的國 老師陳信信老師 談過話 還有一中水源地基金 葉敬毅老師 談過話 因為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台中一中他 學校也可以聽成這樣子 外面的人行道上 數學做成這個樣子 然後 然後 融起 破壞 就這樣然後路面 然後上次你說的 你們真的不錯 你們有關注到他的 那個 那個馬路的設計 當時有人跌倒 我記得有一個女 有一個女生三十幾歲 跌倒了以後 整個都是傷 然後檢查跟他講說 你可能還要陪人家 因為那個 柳澤西夫人 坐著還沒有壞掉 他伯伯跟我講 我跟他說 你叫他來找我 我爸爸振這口氣 後來跟 跟市長榮 要的賠了九萬多 他本來還很怕 你知道嗎 我們的政府是用這樣子的 在面對 在處理這樣子的 而 你講的 你見到的那些官員 我都見過 我要求他們 其實我要求 一中三千我們覺得 我們應該 有你們力量的推動 其實是有機會的 我們甚至於 我們提了很多案 其實都是被擱置下來 一中三千人 機車怎麼解決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找 幾塊廣有土地 因為那個地很貴 來蓋 地下的停車場 或地上的停車場 來收納那些機車 就在這 就在這兩個社區之間 我跟市政務談了 有一個停車場 那是兒童公園西部用地 我要求他要做的時候 地下 其實其實不是我的理 你知道嗎 我要求他地下要挖 地下三層樓 就是收納機車 然後地上一樓 再恢復兒童公園 那不是很 很優質嗎 我的社區也是在浴才 浴才北街 在經過中永保護公司 那有一個摩門轎啊 那個地方也是兒童公園西部用地 我也是要求他趕快撐收 然後趕快 地下坐三樓 C那風景的機車 就可以解決車流了 市政務跟我講說沒有錢 沒有錢 真的沒有錢 我們有錢蓋媽祖 對 所以上一次媽祖那個 我也去抗議了 在那個 對 他有錢想要蓋 化石二一起蓋那種東西 他說他沒有錢 真的 沒有錢可以VOT啊 好 OK你們還關注到了 幾個問題 就是我們那裡的 生活品質其實是不好的 垃圾的問題 他剛剛談到了很好 你知道為什麼後來不垃圾嗎 就是因為他們一中商圈的自治管理 因為他們是有跟他們的 很多店家會員有收錢的 OK 他收的會員會用以後啊 因為他的垃圾他們就要自己處理 而環保局不跟他處理 所以環保局常常跟我談這個問題 那其實是 他是應該要廣設垃圾的時候 我正常講 逢假商圈做得到為什麼 他們做不到 這很簡單的道理 他們的答案是說 他們那裡是有商圈自治管理自己 沒有認真動 其實是這樣子 好 所以 一中商圈還需要什麼 我的見解就是 把公車 我一提出來 又跟這個里長馬上就反對了 把公車往南延伸到 往南延伸到這個三明路跟 吉祥路交叉口那個停車場 當一個公車轉運站 所有公車全部都車出 然後往北的就停到了這個新京路 過一新市場 可以把一中商圈的代狀拉長 一中商圈那些 店家其實是這樣子的 他們是 他們是忍受了 那個高額的房租 其實他們都沒賺錢啦 都是黃東賺錢啦 那個從 你從一間店面 從三萬五萬到現在 住二十萬三十萬 他們還是在做啦 他們很厲害 所以我跟市場建議 拉開了以後 代狀拉開以後 可以解決很多困境 然後還可以活龍奶禁忌 可是他們 他們里長馬上就說 哎呦里長 我跟你講 這個公車一定不能夠 撤離開這裡 撤離開這裡以後 我們的居民都會緩談了 其實是錯 不好意思 我多講幾分鐘 再給我講兩分鐘就好 好不好 好 然後呢 你 如果我想 如果你把它撤出以後 這個代狀也不會撤那麼多了 台中客棠的學生 永遠走個五分鐘 十分鐘 進入一中商圈 如果是進入台中客 他應該很OK的啦 我跟市政務台委 你見到那幾個官員 其中有一個副局長跟我講說 那如果車到哪裡 那下車走到台中 走到一中商圈的 那個時間要多久 我跟他說大概五到十分鐘 人民的忍受度是零啦 下車就馬上走進去了 我跟你講我們的官員 是這樣的思考模式 這是錯了 但是我們要教育他們 這群高中生很勇敢的站出來 但是你們只是做了初步啦 我們還需要大家一起來交響 謝謝 好 謝謝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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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的公理長 收入聽著理長 讓很多人很多意見可以在這邊交流 如果今天 跟理長來 然後請問你們也在 就是 或許在這個運動上 有一個新的一個方向 那 呃 看我們現在一個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啦 有沒有還有其他朋友有問題 這邊嗎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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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的問題是要針對那個 東海的那個問題 對 那 你剛剛講說 就是說我們 在那邊的 關於那個湊漆問題 那你們 就是說 現在 已經 想辦法讓他撤掉一條生產線 但是 在東海工業區裡面 其實還有 不少問題在 不論是你講的那個 廢氣還有那個 那你們 對於有沒有下一個 不要講說 我們現在有針對性 我們要找一個 比較重點式的 廠商來先 針對他的那個問題 先來解決 你們下一個 對於 東海 台中工業區裡面的 廠商的重點的 的 廠家是 目前是擺在哪一個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你們對他 後續有什麼 就是 比較有可能的那個 出戶作文 那第二個問題是指說 那 你們 前面講的 測掉一條 產生產線 其實只是一個 呃 民間之間的那個 抗議 然後導致說 他們 廠商測掉一條生產線 但是你們有沒有想過說 那如果說 台中市其他地方 工業區 也有同樣的問題的話 那這個問題 要怎麼解決 你們有沒有考慮說 以 讓市政府 修改相關的那個 空屋 或者水屋 的相關的條例來做 那 除了這個以外 那 在當地來講 你們有沒有 譬如說 呃 有對當地的一些議員 或者是里長 對他們進行那個 呃 宣傳啊 或者是提供 東海的那個學生大部分 都是沒有票的 我在東海練六年 但是問題是 我的票也不落在他們那裡 我票也落在北層區 所以我對他們其實也沒有那個 壓力來的 那你們有沒有 有沒有其他的想法說 可以讓他們有壓力來的 就是 可以讓他 可以 請聽當地 真的是 住在當地的那個人的意見 我不是說 就只是 地方的一些 可能是廠商 他們可能有 平常選舉的時候 會捐款之類的 他們才會比較進行你們的貨 對 好 謝謝 好 那 我們 之後的部分 我們有在跟 我們東海大學 藉由我們東海大學 因為那些資源 我們在談 就是東海區現在的 被水的問題 那因為他們其實 被水的問題 其實也蠻嚴重的 那 可是這部分 還沒有一個比較 就是 明明確的 我們這個論述出現 就還在審查 這樣子 就還在討論跟研究 那 第二部分就是 修法規或其他地區的污染問題的話 我們當時其實有 高度有推到 我們想要修 台中整個地區的空氣污染法規 但是後來 在工廳會上的時候 其實被廠商 工業學廠商協經會 就是非常強力的擋下來 那 所以後來這個法規沒有完成 那市政府當時給的 就是替代方案是 加強檢驗的確實度 跟檢驗的次數 但是 我們都知道這件事情 它 跟我們台中現在這麼亂的 都市規劃 是不是不太符合現實 但是這部分就是之後還要繼續 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繼續再談到 對整個 公務法規的改善 因為其實當時 在那場會議上 台中的五大工業區的 代表情都有到 然後希望可以共同談出一個 除了我們這附近之外 可以一個適用整個台中 各工業區的一個法規 對 但這件事情還沒有達成 就還在 還要努力這樣 那 地方明代這件事情 它的確是一個政治壓力 會比較大 那 學生沒有票 這也是為什麼 後來要轉向 變成社區運動 因為我們社區的 住民 才是真正有投票的 那 他們像明代施壓的話 明代會比較願意 站在他們那邊 對 會為大家這樣 不好意思 我可以 就你剛剛講的兩點 稍微讓我們影響 那不好意思 從你最後面 關於民意的相關問題的話 最近在網路上 有成立一個 就是集行軍的相關的 措施比較有的印象 集行軍 就是在地投票的 學生 以及到那個在地投票的問題 那你有沒有在 東海校園裡面 推動就是說 可以把一些外地的學生 移植到 東海的那個宿舍 或者是他在地方的住宿的地方 然後讓他有那個投票的權利 這個東西 我們還沒有 我們還沒有討論過 不過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有趣的方向 我們稍微試著做多看 謝謝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們要客手這個遊戲規則 我們最後一個朋友 請後面那邊 因為剛好聽到大家都在講 關於就是在地的這種行動的改變 然後我是覺得 其實剛好最後大家都談到一些比較實際的面向 所以有一些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因為其實在這三組不同的行動成員 我覺得他們有一個最基本上的差異 我曉得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三海屯跟其他兩組成員 我覺得他們最大的差異性 來自於說 他們對於永續的概念是有所不同的 因為我覺得如果今天我們把一個行動 一個行動就寄望於它可能可以帶來一些改變 我覺得在台灣是有一點不切實際的一個狀況 因為其實像很多的改變 就像剛剛包含像旅長的發言 或是包含像是東海的一些成員的發言 就會發現到說其實這些改變 它要如何被延續下去是很重要的 我們今天可能有一個好的開始 可是如果我們把希望放在更長遠的未來 我們要怎麼做 我覺得這個是在組織的概念上 是會有所關鍵性的不同 如果今天我們一直期待的事情是 四年來在東海的學生 他們會一直延續下去 然後再換下一批四年來的學生 然後再繼續延續下去 我覺得這也是有很大的難度 所以我覺得看到最大的不同的臉 也是來自於說如果今天三海豚 他本身是想要在畢業後就常住於這邊 然後再思考一個比較永續 可以長久經營下去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是 我認為它也是一種不同的行動方式 這是我有點小小的感想 謝謝 好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要結束的 然後陳雲他說 因為他剛才也被不差別攻擊 所以他還要做一些韓扣這樣 剛剛好像有人在問那個問題 就是說 那個辦活動辦給誰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就是其實我覺得 你辦一個活動 尤其是這種 你是一個被營利的活動 而且它是一個 它其實是你有一個價值的目的在的一種活動的時候 你其實是要去思考說 你到底是希望他們跟你變得一樣嗎 還是其實你是 你要怎麼樣才能夠就是 只是啟發他們的思考 然後讓他們有自己的想法 而不是就是把一套想法 灌輸到他們身上去 那個東西是 你需要有一些就是方法去做 我覺得這個東西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需要去努力的地方 是在於說就是 你到底辦這個活動本身 是不是有 對於你的 來參加活動的這些高中生 這些人 是夠了解的 就是 你到底了不了解說 他對於社會運動 到底對於地方議題 他本身原先是抱持了什麼樣的態度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很重要的 就是不是說我辦一個活動 然後你來這邊聽演講 聽完就結束了 我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是很不好的 因為你如果只是單方面去接收資訊 那當然會造成一些東西 就是換 如果用比較社會學的方法來講的話 就是 他會造成一些就是文化上的霸權 然後你會只是希望說他接受到你的想法 等等這些問題 那關於就是 然後我覺得我最後應該要去講一下 就是那個活動 因為剛剛其實 因為我們這個活動就是 只有去貼說就是這個 因為他只是一個文宣 然後沒有詳細的東西 所以你會幫我看一下 大概講一下我們這個活動 因為就是如果是詳細的話 就是我們理論上會有更 更詳細的那個文字簡介 但這邊沒有 然後當然傳單上也沒有 這只是一個吸引大家來看的東西 就是我們會 所以我們這個活動基本上是希望說 然後找一些高中生來 然後我們在這個活動中 總共五天的時間裡面 辦的活動是 會去 會請一些講師來這邊 然後這些講師還沒有敲定 所以我們也只能很模糊地去講說 我們是要講台中農業的議題 土地重化的問題 這兩個部分 然後我們在這個活動中 我們也當然除了這些聽講座 還有討論的行程之外 我們還會去東市的街上 然後還有去東市當地的自救會 去參訪 去了解他們就是一些抗生的經歷 然後還有就是 像最近比較夯的那個 池缸那邊有要蓋那個 隧道的那個議題 我們要去參訪那個自救會 了解一下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 這個東西還會幫到很多討論 我覺得這個活動本身其實是 就是主要是會 會以這兩個方式來進行 然後我覺得 1,500的收費對於 就是相較於其他很多 這種收費營隊的收費來講 其實是相對來講是低的 而且老實講就是 1,500這個是多退少股的一個費用 所以我們其實基本上 也沒有就是所謂盈利的這樣的狀況 然後當然我們會希望說 高中生的部分就是 以來然後我們希望可以 來進行一個討論 然後因為我們目前的話 比較想要招的 招募一些就是 台中的大學生 然後跟我們一起辦活動 因為我們其實 基本上 我剛剛沒有講到的部分是 我們很依賴就是 原先我在 我自己的朋友 然後我們大家 拉一拉來辦這個輔助會 可是就是我們發現說 這個 這是一個 我的自我批判 就是 你離開台中的話 就是基本上 很難做實踐啦 所以就是 就是理念跟時間是接不上的 就是 所以請不要再講這件事情 因為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是所以 我們希望這個 台中的大學生 可以就是跟我們一起 做一些事情 如果 你們覺得就是 這樣的理念是OK的話 然後 這個東西是 可以 對你來說是一個好的 人心規劃的話 歡迎我們加進 我們不是希望說 我們辦習場活動就結束了 我們希望之後 可以將台中作為 我們自己生活的一個地方 然後永續的進行下去 謝謝 謝謝 好 那秦文 哈囉秦文 秦文 有要 最後有要跟大家再講一些什麼嗎 剛才有 中階嗎 所以妳知道 接下來是怎麼主持人接吧 對 沒有啦 大家有沒有回應 妳有沒有什麼感覺 或者是妳有什麼想講 有有有 就是我覺得大家 就很謝謝大家 對我們支持 和就是這麼的照顧 對 就是因為我自己的高中生 然後我覺得改變當然 並不容易 所以我們要漸進的慢慢的去實實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不可能一步登天這種事情 所以我們要慢慢的來 然後就先從最開始的 就是人身安全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 就是封建的在於 就是可以 照顧好大家人身安全 因為這直接關係上理我 然後接著如果人身安全 顧慮到了 那是我們可以再考慮到 還有環境 然後接著進一步美化它 這樣說 雖然這過程非常簡單 可是我知道 就是剛剛里長有說過 他實施過程 真的非常困難 對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那 我要做總結了 不然時間超過 高中生回去會被罵 那 我其實今天有一個 除了從高中生的那種青春的悸動 然後到大學生的憤怒 還有迴鄉遊子的一個迷我 這些東西呢 其實就在今天的座談中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人生不同階段的時候 會面臨到一些想法 那當然每個人的狀況不太一樣 今天三個就是一個 一個例子 讓大家做個參考 那其實 我覺得在最後提出一個東西 就是說 今天好像是看來都是年輕人 其實對於中年人或老年人 非常的不公平 因為一個新世代 它所代表 可能不是年輕人新生命 它可能代表是一個 時間點之後的一個群體 他們開始在關心社會 譬如說哪一天 七八十歲的老年人 他站出來 他們要開始 就是 教政府要改變長照制度 說為什麼 但我以後老年 誰要來照顧我 或者說他推多元成家 說我跟我的好朋友 一起成為一個家庭 為什麼不行 或許這樣子的時間點之後 那個所謂的新世代 可能是青年世代 中年世代 老年世代 我們都一起 可以為這個社會做出一點 我們覺得哪裡應該改變 或是覺得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今天 都是一個大家互相 就是大家聽到這邊的感覺之後 希望大家可以獲得一點點的 勇氣 覺得說阿賽徒做那麼爛 也可以持續下去 那你們就是 你們好怕的 我們就一起出發吧 好 今天正在這邊 那今天 等一下喔 好 這邊結束 不是結束 是下一個階段 這邊結束之後 我們要破除這個 座談會的網路 這個模式 這個面對面的模式 好 接下來結束之後呢 就是等到大家 自由搏擊的時間 這個作對廝殺 有沒有 大家有意見的啊 想要試一下討論的都可以 好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 今天來這邊 收聽 不是收聽啦 不好意思 當DJD 當酒會這樣 感謝大家今天來參加 這間的活動 我們希望大家在這一次的座談 都會有所收穫 有所成長 有所行動 謝謝大家 好 我們謝謝那個 今天很辛苦的主持人 嘉勳 然後 還有我們謝謝這三 三位同學 他們 各式代表三個不同 團隊 再謝謝他們一次 好 那一樣 我們照例要稍微做一下 下禮拜 折五的預告 那我們下禮拜 折五呢 要來 跟我們語談 是一個叫雲城的作家 他要談什麼 佔領與流亡 深思台灣地位 與未來 我們知道今天有看到一個 那個 中國時報有一個 報導說什麼 最新的民調說 百分之八十的台灣人 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 中國人這樣 所以我們來 下禮拜來談一下 剛剛好 切合這個議題 我們下禮拜的議題 今天中國時報已經幫我們寫好了 就是我們下禮拜來 深思台灣的地位與未來這樣 好 那謝謝大家 那大家 那個因為 我知道很多同學 你要記得回去的時候 那因為要保留自己的車錢 那如果其他剩下的銅板 就可以丟到這裡 那就這樣 好 謝謝大家